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此凉晨今日 我们代表全体主播 祝大家鸡星高涨 鸡翔如意 大鸡大力 大王别姬 王涵将相 胜者为王 隔壁老王 胜者为隔壁老王 王涵卖瓜 自卖自夸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我是王的男人 我是王 王说王有理 你说对不对 大家好 欢迎收听王说王有理 我是王涵 大家好 我是大王 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个是我的铁哥们王鑫 大家好 我是王鑫 还有一个不说了 大家好 我是高兴 用胡闹话自己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高兴 高兴 订给 订给 好 来个那个 Angela baby Angela baby 别强了 gimme five 所以说家里还得有孩子你知道吗 弱闹 我不这么全上 这期我们还是大兴王组合 大兴王王 他也王 对 大兴王王 在大兴那片很有话语权 人打我 吓死我 说正经的 好 今天我们要录的是青春期的叛逆 对 好 你为什么要录这个呢 那些青春期的少年 没有 就是因为那个老师那天跟我说 就是说 那个我儿子就是著名的好哥 说现在已经进入了叛逆期 就是说我是这么早 对 我到现在我都没就是我叛逆过 四年级 四年级 差不多 九岁 那太小点了 我也觉得小点 但是老师说 现在就是随着一代一代那个 就是社会的这些发展啊 或者资讯的一些那什么 就是那个对 叛逆期比以前提前了 以前是13岁以后 现在是基本上八九岁就开始 那他有什么表现呀 你得看是什么妈呀 有我的疯狂镇压 他还没叛逆起来 就是可能年轻人会有一种 我说的东西你不懂 哎呀 你别管我 这些现象其实就是叛逆的早期 就是他玩的东西你不理解 对 你也不知道 对 他不是年轻人吧 对 小孩嘛 小孩嘛 对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出于一种 就是那种 哎呀 你不懂 妈妈是为了你好 你不能这么着 你不能那么着 但是他其实出于他现在阶段 他还不理解 然后我那天 就是说哎呀 这孩子怎么这样 我就会发愁 然后我那个 贝贝就跟我说 说你啊 你别那个管得太严 男孩都是这样 都是叛逆那种 有的那男孩到了青春期 跟家长嚷着两句 你说到时候你能受得了吗 我说那我可受不了 他说还有那种更浑大的 给你两下 我说怎么叫给两下 他说比如就是他要出去玩去 你救他 你不许去 他爸嗓你一下 我就去 他说他要跟你动绳 你怎么办 我说那同归劲吧 把煤气管给我打开 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说 想咱们大家一块聊聊 然后 因为咱们是每一个阶段的人 差不多都有 问问大家的青春期是什么样 因为青春期时候 大家都经历过那种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觉得自己挺懂的 然后觉得 哎呦 我跟年轻人在一块有意思 我们干一些荒唐事 好玩 肯定大家对我这种青春年少的时候 他说的也太早了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 十五六岁以后吧 是吧 就到二十 是不是你们那个 到二十岁之前 长春冷 限制了这套面的那个 都不能出去玩 所以那 我说是一正常的吗 不是啊 中学以后吗 那会已经 中学以后就低调了 好像是 是吗 高中 那我把 高中以后就没有了 对 高中以后就已经过了叛逆期 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了 就怎么了 就是他们的叛逆期 其实就是在你不怎么懂事 觉得自己特牛逼那会儿 对 你看好多孩子出事都是这阶段 可能我离那个时间太远了 就忘了是什么 你小的时候没干过什么那些 就是特别荒唐的离奇 我小时候怂了 没干过什么事 就经常被人欺负什么的 那都差不多 是吗 走的路上被拔裤吧 你说是怎么回事 就小时候有那种淘气的吗 放学 然后我在路上走走走 突然感觉很凉爽 甩起来了 我裤子怎么下来了 然后我说 我试试这样能走回家吗 然后就默默提上自己走了 男生扒的 女生扒的 女生 就淘气嘛 小孩 后来他怀孕了吗 他扒了裤子之后 他为什么会怀孕呢 你少装不懂 不是 我就是觉得 怎么一女生 你能扒男生裤子 就小孩调皮嘛 不就有那种小孩嘛 就他也不为什么 是女痞子 那那么小 你也不能把它定义为痞子吧 调气 那也是 还是喜欢你 可能是 我觉得太小了 但是 我小学三四年纪 后来脱了裤子以后 还喜欢你吗 走了 反正没再找脱我 没再找你 脱了裤子还喜欢我 你当时有没有 又太害臊了 被 就从此我就爱上了脱裤子 哇塞 太棒了 从此每次都把裤腰带挤 特别松 走到同学面前 老是站一会儿 好自由 这是非常的感觉 吹呀吹呀 那个 我的什么 放松 对 你有过这种 被上学的时候 被欺负的吗 没有 我都是欺负别人 我没怎么叛逆过 但我欺负过别人 你看你看 就是他这种 我不脱别人裤子 就是因为在我们湖南 脱了裤子吓我别人 在我们湖南有句话说 骑谁把谁狗都嫌 十三四四 最难管 我们这也有 七八岁狗都嫌 十三十四岁 是最难管的 对对对对 我还好 我在爸爸妈妈心目中 一直都是乖乖女 在老师心目中也是 然后我是那种 你不用这样 真的 你妈肯定会听这期节目 我是那种比较心机的 就是明明欺负了别人 但老师也站我这边 家长也站我这边 都觉得是他的错 肯定是他惹了我 我知道女生会有那种 就是女生之间 其实到了叛逆期那种 互相欺负 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 但是很少有女生 就是比如说 大家可能会孤立某一个女生 然后可能会结成 自己的小团体 比如说王涵 我跟你是好朋友 有一天咱俩闹别扭了 我今天就不跟你上厕所 我就得给高兴去 然后其实你会弄个多大事 也不是把着尿 都互相尿自己 但是不行 王涵你就生气了 就是今儿刘军 没找我上厕所 他跟高兴去了 你知道吗 就会这样 互相把着尿 也挺刺激的 不是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我只是就说尿尿这件事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女生会用这种事 来气对方 就是我跟他好了 你怎么欺负你们班同学 就是打呀 打 真的吗 我打过架的 我高中的时候 初中没有 高中打过架的 你还打架 怎么打 因为我贱嘛 就是做得很 就是有一个学长 他喜欢我 但是呢 我当时身体当中的一小部分的 我就告诉我自己 就是说上高中谈恋爱了 成绩就会下滑 这个是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不能早恋 你身体的哪一小部分 告诉你 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很小 不能早恋 然后拒绝那个学长 后来那个学长就去追我们 这个年纪另外一个女孩 而更巧的是 那个女孩跟我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喜欢过同一个男生 就是感觉杠上了 你知道吧 我就特别烦 我就觉得 心仇旧恨 就是要把他 就是这个学长 不管我跟你好 反正你不许喜欢他 然后我就跟那个学长 就他好像给我买了个饼干 还是什么的 我也没吃 因为我根本不爱吃那个饼干 然后我就课间的时候 找到那个女孩说 你吃吗 某某某学长 你喜欢的他买的哟 我不爱吃 我就这样 就显摸 人家就是说 放学门口 学校门口等着 谁说等着 那女孩 她说她就要揍我 哇 那你就等啊 而且那个女孩是那种 看上去斯斯文文 白白净净的那种 就我其实只是小见一下 然后她就她就要 那个什么是吧 但我这个是 一般出什么事情 我都会找家长 因为我妈也是那种 就是会护着我的那种性格 不管我对和错 但这种关系到又早恋 又自己作 比较那个 不好讲嘛 然后我就先 你主要怕你妈没打 她先打你 对我就去教导处 找了学生科的老师 我说她今天晚上要打我 我好有心机 在学校门口 要打我 然后 然后我自己 再叫了我初中的 另外一帮那种 后来没上高中 混社会的同学 在学校门口守着她 其实是我们把她打了 但是我根本没出校门 我还在学校里面 是在学校门口 我叫的人把她打了 就真都能打了 这位湖南某高中的女生 你有听到这一条 然后 但是学校门口 出了打人的事情啊 我又跟教导处的老师说过 别人要来打我呀 教导处的老师就以为是 他的人把我给打了 然后他就被处分了 那你有把自己衣服撕破 什么的吗 没有啊 我后来就说我回家了嘛 然后就等于是 他又被打了 又被处分了 你心机好重 对对对 是他现在说要打我的 我这是叫什么 自我保护 防卫过当了 厉不厉害吧 我小时候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小时候也打过家 是不是 怎么了 先让我说 你说 你说 星哥等会儿 我不着急 星哥有好多进巴的度 这是我生活当中 唯一笑脸的来源了 就是星哥 那个我上 那个初中的时候吧 我有一个姐妹跟我特铁 现在我们俩还特铁 就是我们俩聚好 然后呢 互相把人家尿 有一天啊 没有 你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们俩 也不是因为什么事 反而就呛呛了 呛呛起来了呢 然后当然就是那种 互相我也不说 但是我从 我也不说 你也不说 然后俩人从别人过着 可能互相就是 假装撞一下是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讨厌 或者一看你过来了 赶紧就侧身躲开 就是哎呀 你可天哪 别要沾到我呀 就那种你知道 他贱的 就好讨厌你 对我好讨厌你啊 就那种 然后那个会故意的 比如说 你坐在这儿 我讨厌你吧 我会成心走 我会跟王欣说 哎王欣 咱们去哪儿啊 那个下学一会儿 咱会回家呀 然后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有一天 他就是老跟我身边 那些跟我特别好的女孩 一块儿瞅回来 我就特别生气 在一个寒暖的冬天 我接了一盆水 我们俩在教室里坐直 然后反正就属于 我扫地 他也扫地 然后我要是擦一把 他也擦一把 后来我就特别 接了一盆凉水 泼在他身上了 然后来 他就回家告诉他妈妈了 然后他妈就是那种 我要上你们校 去找刘娟的 就是你们俩那么好 为什么这样 什么的 后来然后他也特别生 他说妈你别找了 我自己能解决 他就烧了一盆开水 没有 是 那现在在你们间就不是我 然后 他就那个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 就是有一点智力 有一点问题 然后呢 他就跟那个男生说 就是让那男生骂我 后来我们当时 正在操场跑圈呢 然后那个 我从这跑去 然后那个 那个男子 有点那个傻乎乎的 就说四三八 就说四三八 对对对 什么那种 然后当时我就是那种 我 一个鬼脚期我就过的 后来然后 我以为你说 当时我就 你怎么知道了 讨厌 不要告诉别人了 然后那种 有一个鬼脚期 我就过去了 后来然后结果 他是 主要攻击 连郎是脆兔嘛 就是脆 就那小男孩 对对对 然后我就 我就赶紧躲开 但是我踢到他了 然后我们班那女生 就立马站出来 就是你为什么欺负他 知不知道他那个有问题 我说还不是你让他骂我的 然后我们俩就撕起来了 当时呢 特别喜欢那个 撕起来了 就撕不起来了 当时特别喜欢那个 上海滩 你知道就那个 浪班 浪班 就那个里面 他们得积微博 你知道吗 许文强 不要说了 王氏 我们俩 我跟这姐们 我们俩人都积微博了 我们俩当时就有 互豪微博 就是 俩人也开始原地化圆 然后 以为是西藏舞蹈 你知道吗 俩人都 限着哈达 就是 叭叭 虎蹄 那种 好来 然后就是 狂轮 这属于我生命当中 唯一 狂轮是怎么 就是 在呢 你尽量能够着 对方的身体情况下 就是拿手够着 打踢什么的 哭了吗 没哭 好来老师 把我们俩叫走了 这个时候 标演技的事就要来了 你就得哭了 因为谁哭得越昏 准备谁越可怜 我让我发现 我还是哭不过他 最后就是算了 老师是我打了他 然后他嗓音太沙哑了 就不高 但是你的这个故事 是精彩的 因为我 就是太弱了 我从来不敢跟别人 就是打这种架 但是你会找外边的人 你是会会找外面的人 我不会啊 那我又不会找外面的人 又不能打架 我还喜欢聊天 那我不早死了吗 因为咱们是女生 我觉得他们男生 就肯定是这样 尤其像那个 我觉得王森他们 就是特别有代表性 我们北京的 这一代男孩的那种 身上都有刀疤的那种 是吧 没有 刀疤 没有 整个这个四肢 全是别人的 四肢都是 对 都是移植的 说说你们上学的时候 打架有 有这种事吗 哎呀 其实 打架少 主要是 被杀杀 主要是被打 主要是在外面 就是 那会儿 号去两个地方 就是 就是滚轴 滚轴 乐坛滚轴 是北京的一个圣地 就像现在的三里屯一样 对 乐坛 然后那会儿 新潮流 在那个白日桥 那个奥林匹刹 那个北边 奥林匹刹 奥林匹刹公园 是吧 那个北边 新潮流 对 那当时好多人都是 新潮流是什么地方 也是一个滚轴 也是滚轴 其实他们说的滚轴 就是那个汉冰鞋 汉冰 汉冰 没听懂 谁都懂了 就是汉冰厂 对 你知道吗 就像玫瑰 好多那种美国电影里 青少年男女 在一个那种 当时他是有 对 他是有那种汉冰的那种 就是那个 还有低阶 低阶放音乐 对对对 然后那上面有一个舞池 电影里面 大家都是在这种地方 没错 对对对 但是 其实打架还是少 基本上都是 比如说 看人 也没那么 北京 其实没那么乱 对 咱说的不是 Hong Kong Rolling in the deep 可能电影看 往山里滚 他就是 比如说 那会儿讲究 切 切 各种切 你懂什么叫切吗 就是 不是卡 卡特 就是说白了 就是 结 就是结 对对对 比如说 今天他们 几个小孩 七八个 看见两三个了 觉得感觉 他们穿的还行 或者是身上配的 都给带的 还行 就给他们拦了 拦了以后呢 就必须得我们这边人多 他们那边人少 你要人少 切人多的 那可能你手艺比较高 而且当时那种 对当时那种情况 肯定都是那种年纪大的 切年纪小的 对对对 这是肯定的 切小 对对对 因为当时 有没有那种岁数小的 仗着我们人多切大的 有啊 有有有 我们赶上过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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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三个人 我还有你baby 还有我baby 还有那个 你baby四楼 那个杨介兄弟 我们仨人 当时也有几个 就是女同学 我们一块在那块 就想好的 当时我跟他急 没有没有 正经的 都是纯洁的关系 都是同学 我们就去那 对对 去那玩去 然后玩完了 当时呢 出来的时候 当时呢 然后就是有一个 我感觉啊 当时是比我们小 然后呢 刚才说 说那边 人家叫你们 我那一看 那边 乌拉乌拉的 一堆人 对一堆人 其实当时 有时候那时候想想 也就是脑子想的 也挺简单的 你知道吗 当时这些东西 你肯定明细了 但是那 不由自主的 他就过去了 你知道吗 而且我还特缺 他是催眠了吧 拿一只怀表 当时我还跟那几个女同学 说的 说你们 你们先走吧 然后 我们可能 要搁这 反正当时 确实是对 就给 让女生走了 对让女生走了 给我们压送着 然后呢 就进了一个 比较幽深的一个胡同了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反正是 我身上还有点散碎银两 然后那个 没有银票 没有 反正当时到了地 我套了就扔地上了 你知道吗 你真的 那没有办法 这个 那这没有办法 然后紧跟着呢 是 当时那个谁 那个牙身上呢 确实是 有点贵重物品 它是有一个 那个 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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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抠机 汉险 对 当时那应该是 香港回归之前 其实9697年 那会儿 那会儿那东西 还是很 很嚣张的 相当于iPhone 对对对 对对对 而且它呢 那种东西呢 它是 为了拿样 有的时候 是把那个 那个T恤 对 是塞在那个 抠机的里面 然后把那个 抠机露在外面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就是 惹祸的 惹祸的根苗 就是人家看着它 对对对 露财 露财了等于 然后你们家baby 是一双标马 冬天是吗 不是 我以为把鞋切完了 冬天光假回家 太长了 应该是 应该是那什么 就是 也是春秋 大概 大概应该是 入秋吧 我记得 因为记不太清楚了 时间太长了 然后反正当时也是 就是那种各种聊 但没有办法呀 打你了吗 打 那天还真没有 你知道吗 这个不如鬼吧 那天还真没有 可能是因为你态度 对 因为我们 我们教的特别的痛快 你知道吗 你们就到那儿 就知道他们是要钱 他们也没说 你们就普通把钱都 反正当时 具体聊的内容 我现在肯定是 学不出来了 但是反正是 说来说去的 然后就说 大胆 毛贼 我给你钱 你让我不死 吓得我裤裆拉屎 就态度特惨 说的话特惨 你瞎吗 然后反正 当时是有这么一事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 感觉心情还是挺凑蛋的 心情还是挺凑蛋 你等于是银两被切了 对对对 然后杨哥是BBG被切了 对对对 那我贝贝没有损失 他鞋没了 换了 最惨了 对 主要是他换的那双 是一双 假的 你知道吗 主要是大不哥都快出来了 那些 就好像一双咸鱼 你知道吗 他当时非常嫌弃 他说我能不能逛上脚回去 咱们这样 咱们穿着回去 然后咱们回头 再弄一双那个精字交底 不是 我能知道 怎么能够要别人穿过的鞋呢 其实这个事呢 小孩嘛 贵重 对 那个鞋当时也是大鸡板的吧 不是 他怎么说的 就是我要你的鞋 不是 他是说 你鞋还挺好看的 那什么 我试一脚 当时 然后呢 他就特怂的 主动脱了 把他那个 把他那夹Nike就脱了 然后那个 把他那些换上了 换上了 然后说 那个什么 我试试啊 试试就没回来 这个就是 还没有反转 这个事最奇怪的是 还没有 还有反转 对对对 反正是隔了大概其 得有一个来月吧 还是俩月吧 反正隔了有一段时间了 嘿 你听着 那天也是 反正应该是 那天是一下午 当时那谁 然后他们就 去我们家找我去了 说 那什么 说那天给咱们 切咱们的那帮 在那哪呢 在巨龙那块呢 就是西市门 当时有一个 那个狮子路口 那个街道那块 说咱过去吗 我说 那到咱们这边了 咱李莹过去 对吧 李莹 主场坐这好 对 我说咱们是不是 好歹的 是不是叫起个哥哥物的 是吧 给咱们撞撞 声势 对吧 我说那什么 赶紧的 呼起来 赶紧的 呼起来 呼起来 然后呢 说咱们谁先过去 先盯着一提 你知道吧 先过去看一眼 然后我们就往这边走 离我们家也不远 就骑自行车就出去了 等到那的时候 李莹一看啊 确实是 反正我也看不清楚几个人啊 但是说实话啊 那小哥们啊 确实穿着四倍的鞋呢 穿着我贝贝的鞋呢 对对对 确实穿着呢 我说卧槽 还就是他们家呢 可是特别奇怪的是 你知道吗 当时那会儿 就是街道边上 都有那种治安港亭 治安港亭呢 上面是有公共电话 那几个孩子呢 正在那块 可能打电话呢 你知道吗 我说我草 我说那这什么事了 我说那就是治安港亭啊 我说咱们直接过去 咱就给他们报了 就完了 就是那种 他想寻求法律上的帮助 蹦蹦跳跳的 我们就过去了 过去直接说 叔叔他们切我们钱 就是他们家劫我们 你说了那天 我以为你是要打架 我也以为打了 我们没有 你说你叫那么多哥哥弟弟的 上这儿告状就是师叔 说你快点快给逮起来 然后说完点了 说那里都又站好了 怎么回事慢慢说 完了事以后 我们就一五一十的就到来了 你知道吗 当时还是那什么 是我们家那边属于 福岁镜头火 来一集谱 给人装了 给他们几个就装车了 装了装了 然后说你们几个也跟着去吧 然后那个 我们就 我们就别坐那车了 我们骑自行车就过去了 说认识吗 认识认识认识 都认识 直接就那边 然后就作弊录去了 后来还说 那警察还说 说你们还行 有点智慧 对 说你们亏了也没上 人家那几个孩子 这么都 带刀 对 都憋着卡簧呢 你知道吗 说可能我们要上了 卡簧是什么刀 弹簧刀 弹簧刀 对 我以为是牌子 我以为是跟瑞士金刀 什么是一种牌子 卡簧牌 弹簧刀 对 当然 当时其实还是那什么挺挺挺挺挺的 上也是白给 我觉得 对 就是扑扑 那你说那时候 为什么那么爱去那种地方玩呢 别人明知道那是不安全 可能会遭遇到 其实那会就跟现在 好多 好多人喜欢去工体一样 夜店 年轻人追求刺激 对 他就怎么说呢 在里面好像做梦一样 那时候 当时那块呢 当时那个时候 消费水平还不高 也不如在里面喝酒 就纯是瞎闹热闹 然后就是各种 现实世界有个 有个区别 对对对 男的女女 对吧 家长知道以后会不会说 不让去那种地方 那家长肯定是不赞成的 我当时那会儿 说实话 我家里管的还是挺严的 我跟你说过吗 有时我十点多回去 直接正好我爸那天也急了 我十点多进医院 我爸正好可能出来找我来 迎面看见我 我操 直接给我一菜离佛 菜离佛 鞭腿连菜离佛 什么意思 菜离佛就是那个佛山 罗汉壮钟你知道吗 就是双手 一个打脑袋 一个打当 对对对 我躲的也是很不机密 我整躲在右边那拳头上 当时就是双管鼻血了 双管鼻血 当时我爸也惊了 往这儿躲呀 这招是大的 躲的不妙 我说 这拳打得太狠了 他爸现在 我跟你说 这老爷子也是一练武的奇才 那种 你见过爸那面 我告诉你啊 身手也是 民间里面 像高级的 西城红金堡 十点回家 你爸打 几岁 初一初二吧 那你就敢十点回家了 十点多回去晚吗 晚 晚 初中生嘛 我现在八点都不回家 我妈就开始麻雀了 过夜生活去了 没有 你都是一宿一宿不回去 现在 讨厌 你一礼拜一礼拜不回家 你妈不应该用这种声音 你应该用刚才你一个微信里放出你妈的声音 你妈就麻雀了 我妈刚才那一时没睡醒 不要弄得好像我这声音遗传似的 上田娟 我想知道知道 就是王欣说的晚归 你们也没有遇上过 我没有 我是上小学的时候不太听话 还真是那么大 我上小学有一度就是自己 刚才我说你跟我顶嘴 现在你知道了吧 就有一度连自己作业都不做了 就是叫同学帮人做 然后还特别幼稚 就是那个老师留的作业是那卷子嘛 然后卷子我也没写 然后没写呢 都空白的嘛 我想我藏哪好呢 就塞在我们家电视柜后边 一个小角落 因为电视柜是摆着墙角怎么放 像这空桥一样这么放 我就扔那后边 你还不是放茶净上吗 以为发现不了 结果被我妈发现了 告诉了我爸 我爸把我的卷子全撕了 说他们学你也别上了 你去干嘛去 所以其实还是爸爸管得比较严厉 对 就是我爸是那种从来不发活 但是一发活就发一大活 那回又是真吓着了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 就是因为我学习一直还挺好 结果就是有一次 没考好 考了一七十多分 小学啊 考七十多分 那该挨打了 那绝对是大逆不道 我原来小时候都是双摆那种 就是考到双摆回家 我妈都已经 没有什么感觉了 那种考了七十多分 后来七十九 我记得特轻 那时候咱小时候 还用一个成绩册 一个本 签字 每年给你七中这本 就上学期是这本 下一期还是这本 都给你写上 后来我爸 我爸比较护着我 溺爱吗 我爸就跟我说 说这个怎么回事 我说爸 我真是没考好 我错了 就哭了 我爸哪看得了 我电影来 我爸就说 那个下回好好考 你听话 你小女孩 你这必须好好学 将来考大学什么的 我爸拿了一根笔 把我那七往下一画 给它变成九了 变成九十九了 后来我爸 我爸就给我签一字 完了我妈问 考多少分 后来我爸就说 一九十九一百 然后还有一个 也不多少分 后来我妈说 怎么考九十九啊 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我就 我爸说 还有一单位 单位名称没写清楚 然后我妈就没搭理我 就是反正大概 你们家老爷子还可以 我们家老爷子相当可以 结果呢 后来我们同学就跟我说 你爸没打你 我说没打 我说我爸 给我把分改了 就特小声 都会上厕所里说去 怕人听见 然后后来 我们同学说 说我也改 结果呢 我们同学呢 可能啊 我现在怀疑 我可能上那儿 陪志学校 改的比较拙烈 老师是拿那个 身杀笔写 老师写 身杀笔写 给他二十七 然后我们同学 拿另外一个 钩的 对 拿另外一个 笔钩的 那半圈 九十九 后来那就已经 不仅仅是考不好 他造了 就还加上了一个骗家长 和你私自敢改分 那真是一顿 性质就变了 你这个性质就变了 对啊 反正就是对 家里是一顿胖奏 对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 对确实是 就那时候上小学 就是不学习 比如老师让我们 老师让我们说 去干一个什么事 然后我们哥仨就出去了 一下午没回 后来老师以为 我们仨去哪呢 骑自行车出来找我们仨 给老师气疯了 直接把我们全叫到 把家长都叫过 请家长 对啊 那肯定的 请家长你挨打了吗 请家长 我忘了 好像没有 没有 但是那就是那种 家家庭内部训斥你 你请过家长吗 没有 我也没请过家长 我觉得小时候 我觉得请家长这个事 就有如宣布你得了癌症 就是马上就已经仿佛 看到了自己的死期 我觉得这特别可怕 因为我妈妈是老师 所以 我跟你讲一声 请家长 我们有一同学 他是 有一天我们老师就说 谁谁 那个我今天家访 我要去你们家 那这更可怕 那会感觉就是死神来了 死神来敲门了 今天晚上要收购的人头 然后他就带老师 去雷别人家 他们家那楼有六层 压该老师带五层去了 五层这家 那叔叔可能 比如说是跑火车的 咱就这意思了 比如说跑火车的 长期长年不在家 然后他就这么着 嘣嘣嘣敲门 然后知道没人 嘣嘣敲两声不行 帮帮帮拍 后来说老师 我们家没人 老师你没钥匙 老师我没钥匙 那你怎么回来 好聪明 你要说了 说那个 你爸你妈几点回来 老师我爸我妈下班晚 我爸我妈七点多 老师把咱等会儿 他还邀请老师等 老师别操他 我这四点多 我下班 我还得回家做饭呢 就是我们家孩子 还嗷嗷代补呢 老师说算了吧 那哪天我再来你们家吧 俩人下楼路上 撞上了 碰见他爸 他说 他爸说 王安麻烈 爸爸 说那这 这这 这我们刘老师 刘老师您好您好 说那个 说我刚刚那个 说上您家家坊去 你瞧门您不在家 他爸说 这回来了 走走老师家里坐 给带三层去 老师吧 就是 老师到三层的时候 他爸爸伸手 一邀请老师这边走 老师的回头 就是会心的微笑了一下 11秒吧 11秒 今天晚上给一小子 一勺会 那种 有办法 真是有办法 对啊 我们那哥们的衣角 我告诉你 拧的呀 真撕双咒了 玩命搓衣角 看老师 那意思 老师您别点我了 还老师就反正 说了几件事嘛 家里 然后他爸也绿了 比如说这海老 他爸也绿了 老师老在班里 我们这海老 在班里说 我爸天天晚上 说要推金光 就这种话 老师都跟他爸 描述了一门 家里那点事 反正全班团员都知道了 好来据我们那哥们说 反正也是 离残飞不远了吧 那你想想 其实小时候也没什么大事 那不行 那还怕 当时我也是啊 就是比如说那个 你考的特别低 这卷子 你考核特别高的 不 其实小学考的也都挺高的 基本上也都是90多分吧 因为家长要求 收门都是90多以上 这是标准 对吧 有时候你要是说考低点 然后呢 当时他们就是说 回去拿这卷子啊 让家长签字 对对对 对吧 这招也很狠 这挺狠的 但是后来呢 我就 自己模仿笔 对对对对 我就踏着我妈的那个笔 你知道吗 就现在 现在我那个字体 还是我妈的那个字体 你知道吗 这已经就是深深烙印了 你妈妈贵姓 姓谢 谢体是吧 谢体 流体 严体 其实有的是 那一开始啊 就是刚开始 觉得这事应该也没什么事吧 但是我们家 跟你们家相反 我们家我出我爸 你知道吗 我不怕我妈 都是早上起来 头上学 那会七点半上学 我爸早上起来已经颠了 我跟我妈 已经颠了 对 我跟我妈那磨磨叽叽的 有一卷子 然后那 签下字 什么卷子 早上起来才说呀 我说那什么 那个考的不高 拿回来我看看 一看 一看卷子 你考了吗 我说 没那么的 其实也是 七八十分 反正 但是那会就天塌了 就是然后 然后呢 反正 儿童的数据 这样也是数了一顿 但是后来也觉得 这事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特别简单 对 你就照着他那字 你自己签一下就完了 基本上都是那种下午 哎 签字一发回来啊 明天签字 他特高兴的 自己就得了 爸子把这事 然后把卷在C包里 对对对对 这就不用弄了 那天啊 老大他们发卷子 发卷子回来呢 就是让签字 后来我呢 就给他翻的书包 我有时候想看看 就是没有什么调物的 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那天 看见情书了吧 发人的书包 不是吗 那天我翻翻翻发 我翻出一个那个画 翻出他画的画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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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小时候画的画 我儿子能画冲锢画吗 他妈都没见过冲锢 你儿子要不画 你该急了 我跟你说 后来我就把那画 就往桌上一拍 我说 这个 是 我还没说完呢 我刚说是 他就下课画的 我说我信你那个呢 我说你跟我说实话 这什么 这为什么画这个 他说下课 我没事 赶我画的 我下课 就是为了避免 跟同学追跑打闹 我在桌上画画 就他还跟你说 好聪明啊 对 后来我这正 然后我就接 好苗子 然后我就把这画 我没理他 我就看着他 把这画给叠上 给他放一边 我说以后别画 乱乱闹的 这只是给你当操稿纸用的 他画了个什么呀 他就画小人打仗 什么 你打我什么的 后来他还给人写台词呢 最后他里边写一台词 比如我打你一炮 然后 打我一炮 打我一炮 是几个意思 好的 我打你一枪 然后你没事 然后结果呢 比如我打你 我打你枪 你over了 然后我在这 哈哈 就是写那个英文的 HHA 就是哈哈 那你儿子是漫画家 对 有点那意思 然后你听着 然后又来一大哥 对吧 我也看了 然后那大哥写一个 那大哥就是那种 发一个激光过来 然后我这边说了一句 fuck 然后我当时就惊了 我一开始也有看错了 好仔细一看 确定是fuck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告诉我 他说 这是一句骂人的话 现在小学 这英语 我说 你知道这个是 什么意思吗 他说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词是 不好的意思 你还这么 他说 我知道这是草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我怎么 我怎么没 发而活 那种 后来 然后呢 我就说的 这时候呢 老二你知道吗 以着那门框 就特欠那种 以着门框 拿手啊 就哆嗦的点 点我啊 那种 接着翻了 接着翻了 还有呢 往后边翻 就书里 你俩老二是那路子 我觉得 翻了翻了 那班里有的是东西 你看看吧 还能翻出别的来呢 给老大那嘴唇都紫了 你 就那表情 通常烈士 那种 就那种 寄生于何生量啊 这是要逼死我 后来我就陆陆续 就翻 翻出卷子来了 然后呢 我刚本上卷 他就跟我抢 怕你看见 我说你干嘛呀 他说我姥爷 给我签了 后来我当时心想 老刘呀老刘 过去掩护我 现在掩护他 我说你 长鸣啊 这长鸣 我说你给我看看 结果一看 也还行 也没考特别 也没考的特别不好 就是这小题错了 但是这小题 之前我给他讲过 我说怎么 讲过还错 我这是不能软 我说你怎么回事 这几小题 咱们之间是不是讲过 讲过怎么还错 但是他还是感觉到那种 对家长的有畏惧 那当然了 小孩嘛 家长就是天 但是他在学校里 看见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学校 碰见过你们的家长 就是突然间在学校里出现 反正他在学校里 看见我 就是那种 来了 感觉特别平等 特peace 但是当时 我这边一文老师 这边一个数学老师 俩就跟我这挣扎针呢 给他 挣扎呢 然后他走过来 其实要咱们一看 点个头 就是很明细了 这俩 这俩要阴我呀 对 就那种感觉 他没事 就那种来了 我说 来了 怎么让你妈的 打饭去 还知道吃 背他那脑袋呢 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里 碰见家长是什么感觉 我有点情况特殊 我又说我妈妈是老师 所以我们那些老师 你见着你妈是叫妈妈 还是叫某某老师好 叫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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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叫我妈了 那就叫什么 在学校里好怪呀 就忽然 我不在他们学校 他曾经把我试图 转学到他们学校去 但只待了不到一个星期 后来你以死相比 酷不是 裤子被脱 被妈妈看到了 就是实在受不了那种 就是所有教你课的老师 见你都是一种 另外的区别对待 多好 当时特别羡慕这种 然后中午吃饭 还得去教研室吃饭 就跟我妈一块吃饭 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快把我放回去 我就回去了 所以就我小时见着老师 别人虽然是不是一个学校 但也是同行 大家还挺客气 可能别人那点都说 王老师好 然后女儿呢 张叔叔好 张老师好 我觉得张阿姨 对 对就这样 你呢 我什么 在学校里碰见过家长吗 我还真没有 这就是有一回是 那个教导处主任 领着我回家了 教导处主任领着你回家 你是迷路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天是怎么说 那天是我也是初中 对跟那个班主任 等于我们那是新班主任 来的你知道吗 然后呢 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女生 也是比较个也小 也瘦你知道吗 然后我 我不是特别怕她 那天她反正就是我们 新分配的大学生那种 对对对 就是有点那种 实习生士呢 还是那种 然后呢 冲突了 那天冲突了 等于给她气的 可能就是在学校里面 嗷嗷乱哭了 这多大事啊 当时乱哭 因为什么 其实我也给忘了 你知道吗 但是那天反正 确实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跟她确实 就抹上了那天 然后呢 当时已经 楼道里都关灯了 然后呢 她那还跟我嚷嚷呢 反正我就 那个 肉烂嘴不烂了 反正 还是跟她宁着来 那种 后来一会儿 那个焦道成主任来了 刚才说 怎么回事啊 呦 曹一看老王来了 我去 就是我 老王 你老王 对对对 就属于我们那块 就比较那种 战神级的了 对 就是当时 反正就说一顿 说一顿完了 就说 那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对吧 跟班主任 就是这么 这么顶着来 对 吵架 对 还吵起来了 因为对 当时我记着 其实有一个特别过分 他 我们那班主任 给了我一个纸条 和一个笔 我想跟你好 不是 那给笔干嘛 让我把这个 让他回话 让我今天这事 让我给写下来 写检查 对对对对 然后呢 我直接顺着窗 我就给扔了 那是挺较劲的 对 我直接顺着窗 我就直接扔中去了 我说写不了 这儿我 我直接把你从窗上 对 所以当时那个 真挺 真挺磋火的 对 其实是 当时那天 其实也是 当时那时候 就比较 比较那什么了 然后给我压回去了 压回去了 压着 我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正好 也是我爸在家呢 两个战神 对对对 我就在那立正 然后他们俩就对着抽烟 俩就开始聊 那会儿老师去家里 还可以什么抽个烟 喝个小 因为我们那个是 点根烟 对我们抽烟 就那个 我们那个主任 是属于是 他是管什么的呀 比如说校人资长啊 然后比如说外面有 治安 对保护治安啊 就是那种的 还有这种 他是一个武将 他是学校武官 对是一个武官 武官的最高级 他在上面就是校长了 然后呢 可能我现在印象里面 他好像是跟我爸 四周差不多 然后我记着梁 好像在那盘道了 对对对 你们原来是哪 怎么着的 是不是 你是哪哪哪哪 怎么着的 那个乱七八糟 说你们家这孩子头发 是不是染过呀 怎么着的 那不是缺心 就是各种的 对 所以叫王欣 为了鼓烈 对 就是各种聊 聊完以后 晚上我看他们俩 都是聊得挺愉快的 你知道吗 你就在那边 那会儿你心里有没有窃喜 就是觉得 我爸心情还挺好 看来今天我可以 当时还是挺放松的 当时还挺放松的 你也想参与进去了 爸给我一个月 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一段子了 你知道吗 你先说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算过了 后来没打 那天还真没有 我以为哥俩给你烫点烟花的 我怎么知道 你先来 还是我先来 哥你再做两口 孩子你要受计 把那黄头发剪去 倒上点几个八 先说你想起什么了 就是想起 对 这抽烟也是初衷 一般都是 我想问 你什么时候学的抽烟 我那个怀孕 还行 怀孕 怀孕的时候学抽烟 怀孕那会儿 就是遇上点事 然后心情特别底细 然后就 然后简门都递过一根 就是家有良天万情 不如一记傍身 来吧姐们 一多不压身 为什么抽烟还要念套词 没有没有 这是我自己瞎家的 搞得像老道 做法事一样 这是我自己瞎家的 反正就点燃了这支香烟 从此人生就不同了 就手里有一把钻 我听说 我听说很多人学会抽烟 那会儿有一笑话 就是说老师想看看 谁会不会抽烟 拿出一盒薯条 如果是不会抽烟的 是拿食指跟大拇指捏 这么吃 会抽烟的 是拿食指跟中指夹 不会吧 你会夹吗 这个是笑话 这是一个段子 后来然后那天 我贝贝跟我说 说他们抽烟 是怎么被发现的 家长都没有发现 其实他们那时候 已经抽烟很久了 就初中那会儿 他哪有钱买 传钱买 能从家里偷出钱来 待会儿咱再讲偷钱 那时候 结果呢 有时候小男孩都会那样 就是有人发烟了 得摇一根 别摇一摸伤 跟木匠似的 对就摇一根 结果呢 摇完以后 几个人就是 一旦逼就把事给忘了 然后回家以后呢 别着 还别着呢 然后妈咪就把那个 撩开说 What's this 然后那种 你弄上来 This is 我不会说 反正就是被识破了 而且他说他身边 都是这样被发现的 都是因为别着被发现的 都是 好多都是这种 要不然就是把这烟吹兜里 比如让妈妈给洗裤子 然后妈妈就发现了 这是什么 那是王涵的 不是我的 我妈你放心 我不会抽烟 我就会抽风 就是那种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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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四合院 头回家之前 都是那种 在那院里面 找一个比较机密的地方 然后 对 然后把烟和火 都给藏好了 藏自己身上吗 不能藏身上 藏院里到 对 藏院里 他比较聪明 对 你藏身上怎么藏 你藏院里藏哪 不怕别人给你切了 几米的地儿 你经过我们院 那么幽深 你知道吗 里面更深的地儿 你没去过 里面藏身烟太简单了 那么小一东西 太简单藏 对 你直接找一墙份 或者是一个树 树坑底下 怎么着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回去的时候 我掉以轻心了 在你活泉 不是 我割我那鞋磕子里了 割鞋磕里 对 我突然鞋进屋里后 把那个烟割那鞋里了 然后那第二天 我那正睡着呢 我们家老爷子 就这都扒了行了 哎 起吧 你哥 你不嫌味啊 还抽 对 其实之前有好几回 都已经特别危险了 因为有一次 我记着特悬 就是我换书 他那个抽屉里面 都是第二天要换的课本 卖赚一下 对 他那个 我要换那个 第二天上课的课本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当时那个抽屉的琴里头 有一个笔筒 笔筒里面 我记着 哎 藏着一盒 还有一个贼筒 那天等于是我 这么高级的打回机 哎 当时那算是硬货了 当时对 特别 没敢藏外 到我藏抽屉里了 然后换书的时候 我那抽屉 让我一拉拉狠了 夸拉 掉出来了 对 连书带烟带火 就撒了一地 你知道吗 当时那一瞬间 时间已经是停止了 当时我觉得 因为对 因为那个 那屋里面 我爸我妈我 我们仨都在呢 然后当时我觉得 可能今天就倒战了 然后当时 但是我当时掉完了以后 我看 怎么 全没 冲击波没过来啊 怎么连骂声都没有啊 我这回头一看啊 我妈那 呸呸呸呸呸呸 吃毛衣呢 全身贯注 你知道吗 对 我爸那看着报纸呢 俩谁也没发现 我就特别倾听那种 赶紧收下来 这回是险些 险些一回 你知道吗 还有一回是那什么 也是 托我爸的言抽 托我爸的言抽 当时我爸抽的是 那个长枝的希尔顿 长枝的软包的 点了一根 在家里 中午放学回家的时候 自己拿着眼 还对着景色 还裹桥呢 来点练习标准姿势呢 是不是跟那个 那个阳光灿烂 是的 你不牛逼吗 就那种 对 对 正抽呢 抽半截 那什么 屎一来了 那么不能叼着出去 太小了 你知道吗 哥现在就叼着就去了 那当时不行 再去掐面 然后先去 先去半截 然后回来再继续 你知道吗 我藏那天也是赶上我爸 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这一进屋啊 当时我爸就是 那个表情非常凝重了 这怎么回事啊 你妈会抽烟了 不是 当时我也是 我也是灵机一动 你知道吗 那天就是瞎话 张嘴就来 刚才那什么 那您同事来了 在这坐 等个您一会儿 我说 把您的烟 拆了一盒 那什么 给他抽 给他抽 我爸当时 瞬间收回好一点了 那你不怕 你爸问他同事 买你今儿去 对 因为他们 他原来是那个 那个 区医厂嘛 那个多了 他们同事 乱七代八包一 兴什么 你没问 不是大 不是大 走 走了 反正 你回头 你看谁找 你就是谁吧 哪有找的 对 类似好几次 都是那种 但是最后 还是在写科子里 发现了 发现之后 但是 对 我们家就是 对我 这个抽烟这事 还不是 比较提倡 提倡 算不上 提倡算不上 对 它反正 倒不是很严厉 对 因为有的时候 那会儿就是 就是考试的时候 期末 初三那种 高中考试的时候 晚上我在 我那屋 要是说 复习复习的时候 我也就点上了 点上了 他们看见 也就这么绕了 那会儿是多大 多大 你就点上了 他们就不说了 十五六岁 差不多 算早的了 说实话算早的了 也还行 其实也差不太多 我觉得我很难接受 十五六岁 这我儿子 要被人点了根烟 你现在 你插着书包吧 对啊 有哪天 我觉得老二 可能先抽 老二比较零 对 咱先别说 这抽烟那事 你说这抽烟 你们能藏吧 你就说这个骂人 骂人这事 在学校里 我看那们孩子 骂都溜着呢 多大孩子 那天 我带孩子在楼底玩 然后就是 听见那个几个小孩 就可能拿家里手机 下来玩游戏 玩那王者荣耀 然后呢 就是那几个 微信游戏 对 几个孩子 胡杨在那说 反正就这么着骂 反正那孩子 就是那种 别碰我什么的 就骂的溜着呢 然后一会儿 他妈下来了 说 不是下来跑会儿吗 怎么又在这玩手机 然后那种 妈妈 就那种 而且一开始 瞬间变脸 一开始玩 什么的 就是那种 妈妈 干嘛呢 妈妈我在学习 就那种 是谁呀 妈妈我在查资料呢 干嘛呢 对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咱们小孩 其实也那样 有的孩子 就是可能会骂脏话 但是一回家 这项功能就 失败了 没了 我现在也是 这可能我跟 自动过滤 我跟你们 别说咱说话 然后说一句 我擦擦傻逼什么的 回家以后 就是说 这人怎么那么缺呀 就是你就是 没有傻逼这个词了 我前些日子 我在我们家 偶然骂一句脏话 我爸那脸 看那个邓超 撕金中国 我也我也 邓超啊 就是从金中国后边 啪蹦起来 给金中国那个 撕了以后 扔了 然后啪 扔地 然后我 终于赢了 你知道我那种 民族自豪感 有让人生 爱国主义的热情 吞了一下 我就说 我卧槽 邓超流鼻 然后我爸就那种 我看你也挺 爸爸那什么 我去上学了 今天还要考试呢 我要带好 我的数理话 三件套 好好学习 就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三十多了呀 你再讲讲 你爸妈发现 你抽烟之后 有什么异动吗 还是到现在 都没发现的吗 发现了 发现 我妈知道 我有时候弄完孩子 特累 或者你有时候 弄完节目回来 特累 在央台上抽一根 实际怼着窗户 吹气那种 后来我妈就说说 老抽烟连色不好 对 就只说这个 对 我妈说别抽了 什么的 哪有女孩抽烟的呀 什么的 这样不好啊 什么的 爸爸说 那其实 我小时候 我妈还算计我呢 算计你 就是她测试 我抽不抽烟 她把所有的烟吧 弄一个小圆的塑料 那种烟盒 上面带盖那种 她就放在家里 插几张 她看里面少不少 对 然后她回来偷偷查 我好久之后才知道 她说 我数了好多次 得数了 坚持一个月 你还真是不抽烟 我还不抽 你说我不抽 你这是火盒 我妈也是 我妈是会喜欢那种 听说你们艺术院下的女孩 没几个不抽烟的 就是这种暗示我 然后有的时候 你没跟她说 他们都是穷人 然后有的时候 我跟我 就是跟我 抽血家 跟我爸吃饭 吃饭的时候 我爸就说 来女儿陪我喝点酒 喝点红酒 然后我妈说 帮你女儿把烟也上上呀 就是这种 测试我 然后看我脸不脸红那种 但是听你们讲那种打架 什么偷钱的故事 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 不是 那你妈说 你爸给你上烟 你这时候说什么 你应该说 妈妈还是我给爸爸先上 没有我说来一个啊 就她就知道我是开玩笑的嘛 然后你像什么家长 因为我妈从小就是很 从小 从小就很溺爱我 然后很宠我 我签字全部都是自己签的 就我妈给我授权 你可以自己随意签 对对对 她说因为你考的好 考的不好 她会跟我讲清楚 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玩 你以后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好高中 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看厨房了吗 有一个那个菜篮子 你就提出去给别人擦皮鞋 这怎么湖南物价也涨了 两块钱一双了 一千只要一块钱 她说你自己想走什么样的路 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自己决定 都自己签 主要是因为我妈自己比较嗨 她一般晚上是在蹦迪 所以就给我受了全 但是有一次我考的特别好 然后我妈给我签了字 我老师还请了我家长 就给我妈打电话 说我自己签字 因为字不一样 认不出来了 我没有被家访 而且我妈妈特别怕老师 因为她小时候 她的成绩特别差 所以她特别怕老师 一般老师家访的话 我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我妈妈会找各种理由 说自己不在家 因为她怕老师 她说她从小就是 最害怕的职业就是老师 然后我妈在湖南做生意 就是卖女鞋嘛 老师过来买鞋 她就躲了 都不敢喊家 就比如说喊多少钱 你说的 行拿走吧 就是不要再跟我说话了 你快点走 特别怕老师 你们这都第一阶线 我妈妈当老师嘛 就签字 哪能是只签个名就行啊 以悦 这几个字 以悦和我妈的名字 家长都是要 你得给我写几句话 有那么难度呢 那你就做不了闭了 这多简单 你给我写一句话就行 我跟你说 不 你这就是 你妈没赶上班里 有那种 具有一些特异功能的孩子 我们班有一个男生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名字 那小男孩啊 就坐我边上 他爷爷还跟我爸 他们是同事 是我爸他们单位的 一个那个老前辈嘛 然后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他就坐我边上 我们班那小男孩写字 我跟你说 那就是出神入化 小时候就写 巨好看的一个 少年王熙之 然后我们 全班同学的爸爸妈妈 都他都当过 那个白名 你给我写一个 各种字体 对 就是那种 给我看看你爸写字 然后就找出一钱一卷的边 都已经那样了 你知道吗 跟邮票而拒尘那种 爸拍了就这个 你爸叫什么 我爸叫王涵 八八大迷辉 拿走 绝对老是查不出来 有时候比你爸写都好 但是你说 那写几句话 你就不行了 因为你还得点评一下 那你完全可以点评一下 就是那个 小孩点评的话 和家长不一样 但我们都 我们都签五个字 以悦 然后家名字会 以查 对 一般都是写家长姓名那种 像你说那种 你当你爸上班了 你跟你妈磨磨叽叽 让你妈签字 我没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 如果我考不好 需要家长签字了 你直接跟老头说 我呢 会 我 因为我爸 一直接送我上学 一直接送 然后呢 我会那种 就是那种 到校门口了 因为这会儿 我妈 没有多少时间 我妈已经踏上了 上班的征程 她都走着相反的方向 然后我会默默的 就是撇下我的小嘴 然后就说 爸爸 那个 牵一踢吧 我就是那种 爸爸 因为我不要零花钱 我也没什么别的事 你这么乖 我都到高中 我爸给我零花钱 我想 我怎么花呀 这么多钱 我那会儿真应该认识你 我告诉你 我教你 签他 快签他 买烟呀 你说那会儿买烟呀 那我就不用等他怀孕再生了 是吧 后来 然后就那种 爸爸 然后我爸就拿来吧 然后在学校门口 给我签了 然后一句都不说 没有那种说那个 怎么会让什么的 没有说 然后就说那回去吧 就去上学的吧 赶紧 好好听讲 那你应该也是 节奏糟大 没爱过揍 是吧 爱过呀 我们家还有一女子呢 女子还行 女子断打 哎呀 我们家这个女子 我妈呀 她那个 打我的时候呢 比较讲究方式方法 我妈不是属于那种胡打 对 有兵器 刚要问 是不是挑兵刃 一开始特别小的时候 我妈可能都是纯手工 纯手工 就是纯手工的 相报 然后那种 就是一般就是乖起两下 打屁股呀 什么的 打后背呀 但是她会来回的拉扯你 其实我觉得真正 对于你身体的 对 你对于身体的那种痛感 没有什么 关键是心里的恐惧 对 我特别恐惧 对她感到特别的害怕 你知道吗 但是到后来呢 我妈呢觉得有点疼 自个儿也有点疼 我妈就开始动用一些道具 然后但是这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个儿挺高的了吧 虽然说 我其实到高中以后 才开始长个儿 但是我妈也觉得 就是咱俩都站这 插不浪灯呢 那种 我打你感觉 不太对劲 对 所以你跪下 这比较合理 然后我妈会让我跪下 然后她在问你 对 我妈之前录节目说过 我妈会怎么呢 她不会算了 说六娟 你是不是抽烟了 这烟是怎么回事 她不会这么着说 因为这么着说 问题就简单了 妈我是 妈我不是 对吧 我妈会问 你最近干什么了 我这感觉是女的吵架的方式 然后那我就说吧 比如我说 我上课说话了 你还敢上课说话 批扑 这是一顿打上课说话的 不是因为这事 你再还是想想 然后我就再说别的 你妈妈学过行针吧 就是有可能 省犯人都是这么省的 我的反侦察能力特别差 特别差是吧 我只能一天一天交代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犯人到里边全兜了 出来这事 对啊 然后我就说 我说 那我那个考试 跟我们同学穿着条 你还敢作弊 然后把我再打 那个早恋了 还敢早恋 反正就是 全料是吗 他能把你 因为你各种事都打你 最好给你来一大集合 你说打你那时候多大了 就你他最晚 打你的时候 你都多大了 二十七八 那么大岁数还打你呢 你呢高兴 也是让我归地 没爱过打 我从来没爱过打 我就无法想象那个画面 打女儿 还是这女儿都二十七八岁了 就一个成年女的 和打女人那怎么打呀 你说这爸爸打女儿 还有爸爸打女儿的呢 没有我们家没有 爸爸打的女儿 爸爸手太重了 有打的 爸爸手是很重的 你爸那一手确实 那女孩就什么过年 就不知道怎么着就作 然后就不回奶奶家家过年 怎么说也不行 我妈妈起了只哭 爸就打 那都是大人了 大人打大人 我听说过最狠的 其实我妈打我还好 没有动用过 什么金属类的东西 一般也就是 冷冰气没事吧 但是我听说也狠的 就是我伯伯 他们有一哥们 他妈有一次去他们家 说你们家那孩子 那天晚上 我看十点多才回家 后来那小孩的妈 就一听 怎么就是他不知道 可能工作忙 那天孩子爸不在家 然后妈妈不在家 好来妈妈才听说这事 这么晚才回家 当时做饭呢 抄起高压锅来 拿高压锅打的 那白羊做估计 反正是直接 掏起高压锅 据说他们 他那个哥们家里打 是那种 他也是在耳朵上 别咽被发现了 是不咽吗 然后就是很正常 像他们家就是问一句 这是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对吧 但是他那哥们 他们家就不是 就是把双手钻拳 并拢 然后记上 走 上方 然后揉揉揉 把孩子就已经 拉起来了 真的假的 一个单滑 对 一个定滑轮 孩子就已经 离地了 吊打 对 当你的双脚 离开了地 职商 聪明的智商 就占领了大脑 有什么话 就能交代了 然后就 乒乓乓一顿 打 这可以报警吧 反正那会儿啊 有咱们小时 多大呀 出的那个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我们班一同学 没学习过那个 是没学习过 但是那会儿都这么说吗 不是 不是有这么一些法吗 然后 我们一位朋友就是 挨打 一开始他爸呢 是用那种 条鸽的 他们都不知道 什么条鸽 条鸽就一种 像扫地条了 但是它非常小 就这么大 跟小臂这么大 用它每天扫 扫床 尘土 对 尘土啊 或者那个 掉了皮屑什么的 然后再擦地什么 就是干净 保持床上 然后抓着那个 拿那个 叶子那头 对 抓着那散巴那边 拿着那个 条鸽 条鸽打 然后他一开始 他爸拿条鸽打他 他呢 可不知道是从什么上 看了一些 胡逼的文章 声称美国小孩 不爱打 因为美国有 那个妇女儿童 权益保障法 然而我们中国 现在也有了 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 也有了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然后他回头跟他爸说 你敢打我 就是现在有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我告你去 然后他爸就是那种 把条鸽鸽扔下了 然后他就觉得 OK 换换 他爸是换了一样兵器 十八番五一样样精通 换了更硬的 换了一皮带 然后一顿抽 我也被皮带抽过 小事 后来那抽完以后 真是一个大血印 对 就是我唯一一塞的 把我捆到床上了 还是 就不能动 怎么捆啊 白色恐怖 对 就是因为你把你手 给捆到那床 小时候那床不是那种 那你拿脚可以蹬啊 不是 你那会儿 是爸还是妈 我爸 我觉得小孩也是 可能就静静的等待 妈妈来 爸爸来绑 那要说 我爸就是一双肉掌 对 还从来不用兵刃 红鸡公 对 你爸这武艺要动兵刃 你还能活到今天 有一回企图拿一钉子 就是那种大铁钉子 让我妈拦下了 拿钉子 怎么你啊 就是有半米来长的 这么长 对 我估计啊 我觉得他是吓唬我 因为可能那天 对 我也确实是顶了两句子 你知道吗 当时我 我爸反正就把那拿起来了 我妈说 这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但是我真害怕 我这赶紧我就 现在想起来都出汗 完了完了 就真完了 这真完了 不不不不 让我妈拦下来了 我妈为什么我不害怕 我妈 打孩子都有一个打一个拦 有时候我妈在边上也喊加油 对 跟东人 对 打他 打他 就是那种 你知道吗 一则可恨 但是为什么 我不是特别害怕我妈呢 因为我妈 她挑兵器的时候 比较就是善良 她有时候拿那个 挑兵器 报纸 粮皮 对 报纸 我一看她捐进那报纸来 我直接就赶紧贴过去了 就给你包点 是吗 拿报纸 拿报纸 帮吧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 帮吧 打仓用 不是你这拿报纸 剪成桶 剪成桶 对对对 那就那种 你打死了 你打死了 对 反正当时是 那就是真没想打你 可能就是想发现 自己心中的怒火 对对对 自己就想 就是想造起来 我也没打过孩子 我没打过 我前一日子 有一天 我想回家打孩子的 我那天 我听说 那天你当时 是在军里要爆炸 我那天 给我生气 他那个 他到学校去 早上起来特早 我刚给老二 送幼儿园 我这转脸回家 收着呢 老师蹦给我 抓一电话 说那个陈曹妈妈 我说 我说您好 说我是王老师 我说王老师 您好 我告诉你 各科都要尊重 不要分主科副科 学习没有主副科 在孩子学习的 什么成长经历当中 每一科孩子未来 都有可能用得到 家长不要有 这方面的分轻重 既然对老师 也是非常不尊重 对我们的工作 也是一种不支持 然后我说 我说老师 到底怎么了 对怎么了 老师说 今天上劳动课 他没带书 他说了 是你不让他带 说你说这是妇科 你不要看不起 这些妇科 这个劳动的 跟我叫半天 说下回好吧 叮嘱孩子 每天把所有的书 主妇科都要带 好吧 我希望您支持我们的工作 让爸电话撂了 还都极恶劣 然后我就那种 笑我好样子 你小的等着了 拿我当挡电盘 对你等着了 老娘 然后我就撂气的 我们都撂被那种 就是我生气的是什么 我生气的是他撒谎 我并不生气 他不带书 其实在我看来 破他妈的劳动 就不带 但是我生气的是他撒谎 老师听节目 老师不听 王老师我错了 王老师我错了 我一定支持您工作 劳动是一门好客 不是我生气的撒谎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 我就是要定主意 我必须要打他 后来然后结果呢 贝贝就劝我 说你别打孩子 说你跟孩子好好说 你不要跟孩子 遭上逆反心理 说孩子这么大 孩子有自尊 你不要打什么 说半天 后来我不听 然后他把他们这帮叫过来了 然后就都劝我 我说你别打 你别打 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说为什么 说我问你 你以前打过吗 我说没打过呀 说孩子几岁了 我说孩子九岁半了 主要不让你打的原因是晚了 后来我一想也是 但是我真的特别生气 那怎么办 后来我就琢磨着 我怎么打呀 我也没经验呀 我也解放老打孩子 看看视频教程 我也解放老打 学一学 我说我问你点事 什么事 我说问你 我说打孩子从哪下手 使哪招 他说什么从哪下手 得哪 我说打哪 你能抡着哪 你就打哪 他他妈跑 你知道吗 打不着 对 我说行行行 然后他说我告诉你 甭管逮哪 我跟你说你就打 他只要能定在哪 你就宁 我说行行行 我说那还用家伙吗 不用家伙不用家伙 肉掌 一双肉掌 但是我跟你说 用手有点疼 然后我说 因为他们家孩子 跟我们家老二差不多 我说你那个 我说你那个 五六四二 我说你打 你就手打 他说我跟你说真的疼 说我打我们家孩子 我们家孩子吸皮小两个 我说 哦哦一点都不疼 他说 但是我手特疼 他说你要不然 你还是用点家伙 后来我说用 家里没什么 他说你拿本书什么的 你那个时间 卷一报纸 说我跟你说 说重要的不是打 重要的是他心里害怕你 你得让他知道怕你 震慑他 后来我跟你说 我做了半天心理建设 没打成啊 我还是不行 我下不了这狠手 我还是不行 我打不了 说服教育吧 但是男孩还是真得管 因为男孩容易出大事 你要是管得松 但是我老觉得 有的家长疯狂镇压孩子 那也带过 疯狂镇压孩子以后 造成这孩子有一种什么 我有什么事 我都不敢告诉你 这样反而更容易惹大事 也不好 对 你说这所以教育是个难题 你说这个 你要你对他很松 你不管他呢 他万一将来给你弄出一个什么 孩子 对 你这还说呢 那个 弄出一个孩子 他们 星哥 星哥他们有一朋友 就是 小孩家里管的巨岩 别的小孩都在外边玩 那孩子就是 你跟我家里学习 不许出去 不许去 就在这儿学习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你让他跟你讲 这咱们讲吗 这个 也没事 你不听评没事 是 对 就是当时也是 一般家长都是一提起来 都说这个 咱就说他某某某 这个某某某是你是榜样 你说你看人家某某某 看人家孩子 对 学习 这各方面的都怎么样的 确实是那个 各种保送的 对 后来是保送的天津医科大学 也挺好的 对 天津医科大学 当时也算是一挺不错的学校了 他是师大 他是师大附中是职保的 完了是当时是上到大几啊 可能是大二吧 大二回来的时候 那个那天等于他开学 开学早上起来呢 家里人跟他买了早点 然后就要给他送火车站 就要送走了 你知道吗 其实呢 那会儿呢 他已经是被学校 就是他是好像是体门不及格 就已经被劝退了 他回来呢 就是没敢说 原来家里一直压着 一上大学 没人管了 身边没人了 他去外地上大学嘛 他就身边没人管了 一下就松懈了 对 然后呢 当时也是 那个 他当时不说啊 不说 但是他采取了一个挺极端的方式 你知道吗 他选择就是 给他们家人全杀死 啊 对 哇塞 这是真实的故事吗 这是绝对真实 当时也是上了法制进行时的 对 他家就是他爸爸妈妈 还有他奶奶 三个人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当时他就是 先把他奶奶 拿电子饭锅的那个天线给勒死了 勒死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学医的他会这个 不是 他是外科主要是 比较手辣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又给他爸好像是一锤子 然后呢 砸碍了脑部了 那个挺致命的 当时呢 就是最后就轮到他妈的那会儿嘛 然后呢 其实他那会儿其实也也已经崩溃的状态了 失去理智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他妈当时就说 说 这也是据听说没在现场 据听说没在现场 你不要在中间搞笑 你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 对 当时当时他们家 他母亲就说 说要不行 那什么 你不要用那个 家伙事 要用药 你给我药死得了 对吗 我天 对吧 当时他们家 自己妈跟你说这个 对 他就崩溃了 他坐地上就起不来了 也是因为他们家都对的不好 他妈还行 所以他没对他妈下狠手 可能是 对 应该有这个原因 反正当时应该那是 是一个初几 大年初四吧 好像是 过年的时候 对 过年的时候 对 当时也是我在 朋友家里玩的 然后接着电话 说跟你说一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这事太大了 说某某某 太大了 给他们家密门了 我说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我说你等会 他说那个什么 我让我妈跟你说 我说因为我们关系都特别好 我说我听不了 我听不了 对 我当时 当时我们的阿姨就打电话 就是说那谁是真的什么了 我当时就傻了 那他最后怎么 他把他妈杀了吗 最后 没有 没杀 对 他自己自杀了吗 也没有 现在应该还在里面 应该也快差不多 他没判死刑 他那肯定算精神病之类的 反正 当时 各方面吧 家里人也说那种方面的 确实是 就 好像是20年吧 当时因为我们都等着 看的那个节目 就是那发生经时 有一个阴影 是采访的 他们说的 这确实是这个 这边上 对对对 是身边算出的最大的一个事 这事够大够大 对 就是没教育好 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个 物极必反了 我觉得是物极必反了 其实我觉得这孩子真挺可怜的 因为有的时候 确实是在家长 极度的那种 严格的管制之下 压迫 孩子的心都是那种 自由的奔放的 肯定我愿意玩 我想玩 但是你总是压抑着我 或者比如说 我想顶嘴 我想表达我不高兴 但是你不让我顶嘴 我就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愤怒 有的孩子不会生气 就是我不敢 我不会生气 其实是因为我不敢生气 我要生气 那就是更狠 我还不如就装乖呢 但是一旦他到了青春期 他稍微长大一点了 他跟你差不多高了 他说啊 生可以大了 你打不动 他打不疼的 他就觉得我可以 跟你对抗 我可以跟你对抗了 那个时候 你在说的话 可能你还是很对的话 但他都不爱听 听不进去了 所以不要搞成这样 这个太吓人了 你们小儿有没有那种 在学校里认大哥 认大姐 就是找一个大哥 绑着大腿 那种 比如说我们就形成一个小团体 有人保护那种 交保护费交过 还真没有 我好像还交过 不是我想认得当大哥 是那个 大哥 出学校 我出学校 后来那会儿 上学部带一 那个饭盒 那个饭盒那袋子 里边装饭盒 那个拿毛巾缝一袋子 出来以后 我就 闲着走 就是抡着玩 跟童谣玩流行锤 那种 然后抡着旁边一人 后来 然后结果就 然后我说 对不起 然后那人就 拿眼冷了 然后这时候 然后我一看这样 我就赶紧走了 小时候一怂 特怂 然后我一见走了 结果这时候 后面就追上了一人 说你知道你刚碰到谁吗 是谁 我说谁啊 然后就说 是谁谁谁谁 对 这一片的谁谁谁 这还真是一谁 是谁啊 到底 这真是一谁 反正啊 就是 已经打着过不成了 反正怎么说呢 反正怎么说呢 就是 在咱们 北京这边 一皇宫吧 办过婚礼 他的姐妹 办过婚礼 他姐妹 他姐妹 办过婚礼 也有他 也有 照片里 那么一款 后来 然后说 谁谁谁 然后就 妈呀 怎么办 别杀我 叔叔 别杀我 没有 其实那女孩 没怎么着我 是这个人过来 说那谁谁谁 说那个 他们人家回头 要怎么怎么着你 然后我就 因为这个男孩 是我们需要的 就是一痞子 他回来跟我说 已经很紧张了 小孩好幼稚 然后就说 对 那时候 其实一会儿 想想挺幼稚的 说你生日有钱吗 然后说 回头我那个 我们一块 就是喝杯子气水 我帮你说说这事 我们买盆读宝 对 咱们都是一学校的 什么的 说你不就是 哪班的吗 然后我说 你是不是跟谁谁一班 然后我说 然后他说 你有钱吗 吓怂了 对 但是我当时身上 其实就是那钱 留了一个半 你知道吗 一个一块钱半 好穷啊 你 他不要 他不要零花钱吗 那会儿 刚才说了 我还想买 就是那个 投一个币摇摇摇 出那个乱码的 那个卡 闪卡 然后我还想摇 那会儿攒那个 那会儿那个 小姑娘还挺乖的 然后我就说 我只有这一个班 然后结果他就说 那个 那你给我吧 后来 洗了 给洗了 他就还特别说 那你给我吧 然后他后来 特别不舍的 然后我就给他了 特别不舍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行没事 你走吧什么的 你回去吧什么的 然后后来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我都没敢回头看 是你们学校的吗 是我们学校的 后来 告老师啊 我跟你讲啊 我给你讲 你知道后来这哥们 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后来这个哥们 在我们上初三的时候 他其实是上一届 蹲下来的 在我们上初三的时候 那个我们学校一校长 给了他一个留校查看处分 然后家长去给学校校长送礼 说给他处分跟我们撤了 当时就想让这孩子上一纪校 然后呢 校长收了钱 没给他撤 没给他撤 完了 这个孩子有一天就考了一车本 学车嘛 然后开普桑 这个校长在那 过马路给校长撞了 是成心吗 就是开 我就直接给校长查了 然后校长摔下来 就是摔下了以后 头朝地 然后双耳失聪 你的青少年太精彩了 没有 这时候来我就听人讲 哇塞 我觉得太可怕了 那你们那同学 你们校那同学 还真是一个危险人物 真是危险人物 挺狠的 鞋狠手辣 对对对 小小年你 我觉得是他那会儿 他那会儿勾结学校各种人 就勾结各种人 每天都看这几个孩子 就都留着那种 郭富城头 必须得挡着半拉眼睛 然后那种 然后在学校们 抽烟 而且他们那会儿 他们那会儿还老那样 就这样 哪样 就这样 就这样 什么意思 就这样 比如那个 对对对 就这样 对 对 就这样 好多男人不这样吗 还有那会儿 他们老是那种 就特别恶心 你知道吗 就从牙筒上 那我也太受不了了 哎呦 我觉得特别恶 就自助去了 还特远 但是这个手艺啊 我没学会 这手艺还行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 你从那 你们几个女生层上过 他们就成心的那种 就是那种 那么一声 挑戏 对 就是那种 然后我们就是那种 然后我们就是那种 赶紧 赶紧 就赶紧 溜边走了 我还有一个半 我要买瓜瓜 你不应该啊 你应该赢着上 接着那动物 接着 没有 然后他 口太重了 不是 那我怎么赢得上 就是你上初中那会儿 那你肯定的呀 情窦初开 那会儿 太可怕了 然后那会儿觉得 哇 这是黑色 确实是那会儿校园自扰 也挺严重的 你们有过这种吗 有有有 有时候也是那种 一下学啊 就上了一同学 那会儿流行那个牛仔服 黑色蓝色的 穿黑色牛仔服的 今天啊 都别穿了 那谁 咱们高年级一个哥哥 在乐坛热事了 给人家 对 不是 给人家打了 打了 然后当时是穿着那个 黑牛仔服来的 抱了自己学校了 抱了自己的那个 总坐的位置了 人家过来 踢场来了 对对对 过来抄来了 火拼 对 当时就是那种 这一班里面 得有个六七个都穿 赶紧都往书包里塞 穿T恤都出去 还挺了 对对对 当时也是 就是那种学校 我们那学校是 在互通里 现在都没有学校了 我们学校现在叫 小西城丰严附中 好像也是一重点了 高级学校 对对 当时也是一比较乱的学校 然后当时也是那种学校里 外面都是各种的那种 红的紫的绿的那毛 各种 听过那个吗 我插一句 说沙玛特的孩子死了 沙玛特的父母怎么办 怎么办 沙玛特父母送赤红 青蓝子发人 发人 就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那种 狼死了这个 好吧 那你接着说 我说完了 没什么了 你说那是初中还是高中 初中 你说那是初中 那你们高中还打架吗 高中的时候 最经常听的就是 你们知道吗 千万别走学校签门了 学校让人给围了 然后通常大家都会走后门 但是就是会觉得 卧槽 学校正门肯定都乌央乌央全 拿着砍刀那种 但其实完全都没有 其实完全都没有 大家喜欢以讹传讹是吗 对 但是也真是会有那种地方上的传说 某一段有一个大哥 然后老大什么杀人方 然后说我是他小弟 然后就那种 现在想起来 当时又觉得 但是我亲眼 当时真信 我亲眼在我们学校门口 看到过就一个男生 他特别爱 就是找事 就是欺负别人 后来真被捅了 就是我亲眼看到 他本来就是 从我们当地一个很好的学校 被开了之后来我们学校的 所以你们学校 我们学校也是很好 但是我们是公立的 他从私立学校来的 然后来了之后呢 就他们家条件挺好的 据说嘛 然后在那边就是 经常给别人买烟 要别人给他打架 就是都是这样的 然后他来我们学校之后 就别人找他复仇 我是亲 复仇 我是第一次看见有人被捅 而且真的就一点都不夸张 他肚子里面的方便面 就是流出来 我都看到了 都没消化 然后我是真看到 然后这个男生 所以我跟你说 不要吃方便面 方便面这种东西 他消化起来真的特别 他应该是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男生就退学了 退学之后 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一直就是那种爱打架 但是自己又不怎么行 又比较怂 只能靠用自己的小零花钱 给别人买烟 然后我去年看到他的时候 就感觉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怎么了 就是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被开了之后 你去干嘛 他去当兵了 然后就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变好 然后我就说 我还记得当年的方便面 他说姐走吧 你往那边走 我往这边回去了 没理我 对 确实是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你上学的时候 一般就是比较叛逆的人 其实以后 到长大成年以后 玩儿好 对 比较是那种 都进去了 他大到不至于 除非那种闹得太凶的 其实像这种说 这种真是动刀扎上的那种 我亲眼没见过 但是真是也听说过 有那么良情 然后就是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弟弟 也是在学校里面 跟人家起了冲突了 当时也是那一刀扎的比较邪性 那个是怎么知道 说是这个大夫啊 这手从他那个刀口里面伸进去 捏心脏 给让他复苏的 有这种 对对对对 当时他呢 这个 然后呢 对 他这个弟弟呢 其实我也认识 后来又等于我们又看到 他那个伤口的时候 确实是挺邪性的 那一大口巴豁了呢 当时他还说呢 他就感觉啊 肚子里的东西 再往外流 肠子吗 不是 其实是一个血块 但是他感觉是 对 他是一个那种 感觉像是那种固体的东西 对 他迷糊中中还说呢 说给我捡回来 说那个东西别丢了 说你看 别那个什么 别给我落了 回头还得往里装呢 这都是后来砍 就是我的架 那当时被捅的时候 那得疼成什么样 没得很 你应该就不疼了 没事 就原因已经那种麻木了 他因为什么事被捅啊 这个啊 可能当时他还真是不疼 这又引出另一个段子了 哎 你知道当时是那个 也是咱们上初中 或者是高中吧 那会儿那个 就是北京电视学院 那放映厅 当时是一个低厅 我哪知道 叫NASA 叫NASA NASA我只让美国太空总统 NASA 对 他就是那个美国太空的 那个航空总统 对 他按照那个名字取的 然后当时他是每个 礼拜六的下午场 然后呢 是十块钱门票 然后呢 当时去那玩的人都挺多的 然后当时说也是标榜的 取的比较先进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当年卷轴那帮人 都挪到那什么 这都是同时代的 其实 这当时都是同时代的 就是当年的MIX 或者是Wix的这种 Baby face 对对 反正就是类似吧 就是类似这种吧 然后当时也是 我们也是在里面 为什么打仗已经忘了 对 为什么打已经忘了 打仗 然后主要后来也是 我的一个朋友 当时也都是那种 叮光五四 我们都群架打得很乱 对对 打完了以后 你们这关叼草棍 对 打完以后呢 他突然待我边上 他一下就跪地上了 我说你怎么了 别怂了起来 万岁万岁 不是 怎么软了 怎么软了 就是那个 不要怂 站起来 他特殊 他说恶心 舒服了 对 不舒服了 不是 打头上 不是 你知道怎么着吗 其实是他腿上中了一刀 中了一刀以后 其实他那个裤腿 就是米色裤子 已经变红色了 他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对 他当时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他那一刀 后来我们都 当时打车是小面 不是 那你们你们带刀了吗 还说只有对方的刀 我们没有 我们哪有岛带刀 我们又不是锦衣卫 我们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去 谁知道 跟人打起来了 听我说完了 人家掏出刀 你们都不跑 不是 他里面就跟那球似的 他晃 这时候赶紧插一拳 刀光 而且当时 当时我们是以多欺少 结果人家狠 对 结果人家亮 家伙 我们看不见 我们就是圈踢人家 帮帮帮站几脚便宜完了 没想到他那一脚 顶刀尖上了 但是他不知道 你知道吗 当时完了事以后 我们几个人掺着他 呜呜 就往楼上跑 你知道吗 当时门口还有那个 其实哈利的老哥 还在那拧油呢 呜呜呜 你看 呜我操 上那么乱呀 这孩子一身血就出来了 当时也是打了一小面 然后都奔在人民医院 然后 对 然后那个 你大夫说 说他这个 再深一点 扎大动脉了 还是挺危险的 棉签 这么长棉签 进去以后 就剩一个帽了 哎呦 天哪 对 为什么他吐 他就是流血挺多的 太多了 有点晕了 对 他当时在出租车上 的时候也是 就是把玻璃打开 也是挖挖吐 你知道吗 但是他身体真的挺好的 你知道吗 缝完针以后 我们直接吃辣面去了 饿了 心脏那个是怎么回事 受不了 这不是心脏那个 这是腿 这是另一档的事了 心脏那个后来怎么着了 就活了 就活了 你们北京的治安这么乱 说好的首都呢 小时候 当时那个年代 你回家论你父母 可能跟我们这么大 或者不是你父母 就是跟我们这么大的哥哥姐姐 肯定他们那会小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你东北 其实我发现像我们那 就我们这一批的 威胁的多 然后恐吓的多 真正打起来的 对 你就看 你在看现在 现在校园门口 全都是家长的车 对 哪还有蹲着的 各种哥哥姐姐 对 就直接就是妈 她抄我的追尾 对 起诉她 你们东北怎么 有这种事 各种打群架 尤其想男孩 我记得印象特殊是 我上初中的时候 跟我妈妈去商场买东西 然后边那中学的 就看一群男生 冲出来 高中生 就初中生看高中生 不是好大 好威武 好大 那会儿真是大一年级 都感觉都感觉大 他就是那帮小孩 在马路上捡砖 就四处没有砖 就撬那个地上铺的 那个风筝打架 然后好多大人就劝他们 说孩子你别干这事 就大人还好心 还拉他们 对对对 你这样 你那砖 因为孩子没轻没重 对 你轮那边那个人 你给人打脑袋上 你轮那边那人 肯定是轮过去 那叫轮 我们叫轮 轮是另外一件事了 OK很有秩序的发生性行为 OK One by one 好吧 对对对 有秩序 有秩序 我说你万一给人打坏了呢 对吧 那人比如他轻 轻则脑真的 中了他就一下就 人就没了 这个我跟你说 这特别不靠谱 因为我一个叔叔就进去了 今年小孩 十好几年 他就是人一帮人打架 他站远处 他们这波处于弱势了 他捡了一把砖 扔进去 就这把砖 给那人吸死了 对呀 他就因为这事进去了 其他那些就是 真的下狠手的没事 其实就是小孩打架 又进打群架 你一脚我一脚 绝对没事 其实指不定那一脚就致命了 而且我有好多同学是 就我们的发小们 是认真严肃的混社会了 是吗 就是拿这个当职业来混的 他现在也是干这个的 对对对 他们现在特别棒 特别棒 你的这个价值观 东北古惑在 我跟你讲过拆迁的故事吗 没有 就是现在拆迁 不是盯着户不走吗 你北京就是跟人谈 你怎么着不管 对吧 然后他们这些人 就是干嘛呢 他们又不是警察 这种非官方势力 我也不知道是谁找的 他们就去了 你又不是李老头老太太 对吧 捆着 捆着 抬着去 抬到门口 拿椅子给他坐着 坐着 搬家 跟搬家公司一样 所有东西你打包 装箱 收拾的特别整齐 收拾的特别整齐 钱给他扔那 不是你赔偿款吗 钱放一个大袋子里 放你边上 你弄好了之后 拆 你把你铲车 我往法位退了 那不怕老头老太的 心脏病发吗 一般都是 就全是那样 特别有秩序 人家把钱拆了 天哪 就是不合法强拆 说白了 你就有点像我们那哥们 他们家 我记得 现在没有了 他现在好像进去了 他现在是在卖嘴 他进去了 他们也是谋生手段 你只能这么说 他们这种人 他们小时候打架 都是他们那种学校 门口的树上 都没有那种 比较粗的树叉 都没有 全被掰了 用作兵器 用树叉打 对 就各种找家伙事 像我们学校那种 爱打架的男生 都是那种 起小电膜的男生 就是因为他们的 后备箱常常都会有 小电膜 还有 有 有 然后他们叫什么 管纱 说前面是 管叉 管叉 我不知道 在我们国南话 叫管撒 是那个前面是棒 后面是刀 还是什么的 那个 它是 应该是 就是一根铁棍子 然后中间给 那个给削了 削成一个 铁棍是斜 那个口是斜的 对 然后他们都会背上 那个厉害 上海打架用那个 他们都用这个 我在上海 看到一位高中生 那个我觉得 打完了以后 就有点像过去 咱们所说那种 用三棱刮刀铺扎 第一起来放血 第二是你的伤口 是那种 开放性叫什么 星芒伤 这个伤口很难缝合 对 那缝不好的 那是 对 你里边都烂了 其实的 所以说 这个年龄的男孩 就挺嫁人 因为金芸鸡的时候 你不懂 或者你那会儿 我觉得这种兵刃 都是比咱们再大 像咱们副辈的那种人 他们就感觉 这个特别威风 他们那会儿 能在家里 惊加工 对 他们有这手艺 对 搞点小巨条 捂的那种 我叔叔就是 小时候 我们家那一片的头 据我爷爷说 我叔叔就是 常年是这样 他是手里拿着一根 绍棒 绍棒 五松 小棍 书包里边那种 当时那种 军绿色 那种帆布的书包 军夸 对 就那种东西 那里边装了一个扎枪 就像练武术 那扎枪的尖 红鹰枪 对 红鹰枪 霸王 那枪的枪头 平时拿这小棍吧 就当像小改棍 那么打着玩 跟你打仗的时候 把这俩一拼 哇塞 有点像红锡公 少林无佐 有点那个 就是那个 超级色亚人合体 金儿那种 那他那武器 在当时算先进的 就是你警察也不管 因为你拿小棍 警察也不会管 你是不是管 那叫霸王枪吗 冲脱兵器王 第一位 就那一片 那好像是小李他妈的 飞刀吧 应该 就是领导一片人 就是那时候 那个年代 就是你看 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姜文他们想那个 他们可能岁数差不多 说的就是那会儿 对 那时候是文革 就全国等于治安 都被破坏了 警察 瘫痪了 因为那会儿 大家比较向往的 就是有那种 能打善战的年轻人 那种是 那种是一种英雄 最崇拜解放军 对吧 军装是最时尚的 崇拜英雄 因为英雄打架嘛 就他小男孩 不就是就干这事 但是说实话 上初高中的时候 你会觉得学校那种 风云人物 都是爱打架的 就你崇拜的学长 都是那种经常打架的 没有 我没跟你讲 我叔叔的结局呢 就是经常打架 然后他等到他当兵的时候 当兵会是 我应该取消了 当然取消了 他当兵的第 他跟我说第一个星期 他当什么兵 文艺兵 陆军 陆军 就把他的连长和排长 全给揍了 就是他 他特别厉害 那他还是挺好战的 但他一般人的牛逼 到他结局是 现在天天被我三婶 打来打去的 老了 被媳妇 明白了 懂事了 应该是 这还是懂事了 对对 服软了 三婶是不是那个 成熟了 三婶应该就是 那个庞夫人 那庞是庞夫人 庞夫人挺厉害的 对对 庞夫人那句 我回忆说 叔叔你怎么这么怂 你三婶没事 这种痘啊 这就是 就是跟外边牛逼 跟家里服软 这才能够过得 长治久安 对对对 这老了可能 就是男的挺有意思的 老了可能变柔软 有点像老太太 可能这女的老的 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随着这个男性啊 他的那个成长 他的阳气 其实会越来越弱 随着女性的 那个年龄的变化 阳气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你看很多老年人 其实性别感 没有那么强 对对对 反而是年轻人 才有性别感 特别强 最近有叔叔受伤了 眼睛有点不好 然后我看看 然后我爷爷坚持认为 是我三婶被他打了 我和他俩都快60岁了 不会再打了 你别说 哪有这么大岁打架的 是 所以其实那会儿 好多就是 看当时特别那种 青春期特别叛逆 特造的那些人啊 现在也都 就像我先说的是 有的像我说 那个真心实意 混黑社会 真心实意 那就进去了 就有人抓他 那个还是不太推荐 不推荐 你身边有真心实意 混了黑社会的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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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腿哄的吗 腿哄的混社会的吗 腿哄的都没有 全都是 就跟人家混 对对对 其实黑社会 说白了就是淘气 黑社会 其实现在干的那些事 据我了解 因为原来也采访过 几个大哥 也就跟公司一样做生意 只不过他是有一些黑的手段 比如说 黑龙江某地的 就是当年我们去采访的 他就被抓了 他就是 他原来承包一条公交线 从哈尔滨市到郊区的某地 后来人政府就收回了 说那个 我们要把这个承包给别的司机 那就是不让你做这生意了吗 那你比如说一个正常人 你就可能想一个别的道 但他是黑社会 他想一个人招 他故意帮人 在某个站点埋伏着 车到这就把你车砸了 有这么几回之后 那帮人也不怕抓 有这几回之后 没有司机再去承包这个线路 这线路又归我了 那会儿抢这个小公公 回家给我一顿说 就是反正 但我现在也没想出来 你说这个 就像你说抽烟 我也没觉得是多大的事 小时候都觉得是事 去游戏厅 我也没觉得多大事 那为什么父母会这么介意 我到现在 小时候肯定就觉得特别是事 我小时候还离家初走过呢 带了六块钱 我爸说 你要流浪去纽约 不是 我要打游戏 我要玩电脑 我爸说好 这周给我把网费给我交上 他也没给我交 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了 我是出于这个 他不爱我 对对对对 然后他伤透了我的心 然后我身上又只有六块钱 然后我就带着六块钱走了 我的小灵通也没拿 但是呢 我也觉得不行 我就这样走了 我爸妈要是 并不是 你的小灵通也没拿 就放在家嘛 然后我觉得他们要是并不在意 没有存在感怎么办 我就走在路边 花了五毛钱 打了一电话给我爸 我走了 你不要来找我 你还是五块五 刷一下存在感 对对对 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就去了新华书店 有吗 干嘛 新华书店 可以可以 学习去了 坐在地上 看书 而且我是 现在都只看漫画 但我当年看的是四大明珠 就坐在地上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没有 再这样看 后来呢 我爸就找到了 我大概一本书也没看几页 我爸就找到了 我就 怎么找到我 这怎么找到的 他给那个地方打了电话 就我拨过去的那个公用电话 打电话 说你们在哪哪哪 他说我在哪个路 我爸就觉得 我挺爱看书的 应该是去 要不是这个书 对你还是挺了解的 对 然后就去书店找到了我 要让你爸就去烟摊了 完了 就把我领回去 那是我见过我爸 生最大气的 就是生过最大的气 就是觉得 对啊 兴致 兴致太恶劣了 你是个女孩啊 还离家出走 还是因为不给你交网费 你万一被我这种怪叔叔 遇到了 你真是 好吧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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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就跟我说 他说 如果今天是在网吧 或者游戏厅抓到你 你今天绝对是要挨揍的 还好你是去看书了 然后我就哭 我说爸爸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看的是金瓶梅 然后 然后我爸说 你游戏有意思多了 然后我爸就让我 把我们家那个称体重那个秤 放在客厅 然后我站在秤上 站了两个小时 他说 为什么让你站在秤上 他说看看你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你就敢出去 我还以为不需要那数字变了 我们北京除了说 你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 还会经常说 你也不看你自己吃几碗干饭的 你爸都没让你吃米饭 焖你过饭吃 看你自己吃米饭 太凶残了 吃完了喝水撑死你 这就我看我爸生过最大的气 站了两个小时 腿都发软 那你小孩早恋吗 没有 暗恋算吗 暗恋也算 但是就是我的那种暗恋 就是我喜欢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也喜欢我 但我俩没好 就这种 就是因为我就傻傻的觉得 谈恋爱的成绩 马上就下去了 就那种 然后有一次 亲嘴了 马上就有孩子 我没亲 可能亲了就会有 就那种 但有一次跟我家里人 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那个男生 用他的小灵通 给我的小灵通 打电话了 真是 就给我打电话了 其实我俩根本就什么也没有 而且还给我打电话 就是因为他成绩真的非常烂 就问我题目怎么做 你知道吧 是真问你 我在吃饭 这是我 我真的就一点都不夸张 从脚到脸 感觉一阵热浪上来 全部都红了 手机没拿稳 小灵通没拿稳 直接就摔在地上了 然后我当时就晕倒 我现在就记得那种感觉 我爸问我说谁啊 我说一个男同学 美好美好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而已 你还挺直白 我怕呀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脑子都已经晕掉了 我那边上学 感受同学打电话 跟你表白 都是那样 同学在那边说 美好你还在那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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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比如家里接电话 就是为叔叔那个 找刘娟什么的 找刘娟 干嘛你谁啊 我谁谁 我是他爱的 我找他问个作业 然后通常情况 就是我他妈管你那边说什么 我就跟你说作业 说完作业我就挂 因为我特别害怕 我们家有两个电话 我怕我爸 我妈从那边听 我家也是 而且经常听 然后特别害怕 就是经常 别人给我打电话 我爸妈都听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我特别 害怕他们那个 两个坐机 我爸妈不回 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 初中的老师 就是 就是巴不得 我被打的那种 你知道吧 就经常给我妈打电话 就让我妈去学校 我妈又怕老师啊 我妈又不去啊 就每次就找一些借口啊 什么我病了呀 我出差了什么的 但那个老师 有一次就跟我妈说 他说你女儿特别什么 我刚升初中嘛 他没给我们班篮球队 交加油 给隔壁班交加油 这个也要打电话 这都打电话 说没有集体荣誉 我妈说对对对 我得好好骂骂他 然后把电话 把电话一挂 我妈就跟我说 你为什么给隔壁班加油 我说 因为某某和某某某 是我小学最好的同学 然后我妈说 你老师有病吧 对呀 他说踢个足球 咱不支持中国队也行啊 自己的国家都可以 那个球队都可以不支持 凭什么不能 这事你给我打毛电话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有一次 老师给我妈打了 大概七八次电话 就说我早点 根本就没有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个男生 老师老师会恨你 对那个老师 而且那个老师喜欢我 那个男的吧 长得跟猪一样 就真的就是猪 就是猪 就是猪 然后打了七八次 我妈实在受不了 就去学校了 然后老师把那男孩 叫出来 我妈说 就他呀 我妈说 你放心吧 我女儿喜欢的是 Ring那样的男生 喜欢的不是G 不喜欢G 然后老师觉得 是Ring 老师当时可能就觉得 我傲娇 然后我妈也有 比之主要生气的是 你妈这种态度 老师都喜欢什么呀 比如说那会儿 过去老师都喜欢那种 比如说我今儿 把你们家长叫来了 叫来王兴跟王涵家长 你们俩家长 且进学校门 就得巴巴巴 就开始加速了 见着你们 那就得是飞踹 就得是你不爱玩接爸吗 春丽那招 脚倒楦着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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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来了 然后到这儿就一顿 巴巴巴 我怎么着 狂踢 他就那种 然后我是老师 我还得那种 王涵爸爸 别这么大孩子 然后你爸还得是那种甩开我 刘老师你别管 小兔崽子 今天我打死他 你还闹不闹了 就得这样 老师才觉得那种 你妈要是来以后 拽丁拽丁的 怎么了 说你们家王涵 就这点事啊 是吧 今儿考试作弊了 那个 没事 那我们还不会啊 他不会 不会上课 他不认真听你啊 那你老师讲的没劲 我们才不爱听了 那老师能不火吗 我妈还是没这么夸张了 这我们老师也很夸张 什么给别人帮加油啊 这种 对对 这点确实有点 这老师挺坐坐的 就是女人和苦为难 后来我妈分析 可能是想找我妈收点礼 什么的 关照一下 但我妈就 我偏不 是不是老师想让你妈那买鞋 我妈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他妈老师老找他妈 那是我一姐妹 老师老找他妈 其实他呢 就是爱染个头发呀 打个耳钉啊 这种 但是老师那会就 哇塞 这事可大了 而且那会我们上学 女生不允许你留长发 全都脚短头发 那染发也肯定是不行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就是觉得 如果你要是过度的去打扮自己 或者说你留长头发 让自己变漂亮 就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其实这根本就是扯 短饭我也可以有风情乱种啊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短饭我也可以不带雷子 是 主要那会儿没必要 那会儿应该没到带的时候了吧 这体量就现在也可以不带 哈哈哈哈 然后 好爽好爽 然后呢 那个老师就老找他家长 老找家长 后来我们那姐妹他妈就急了 说你能不能老师别找我了 然后那个 说你别老子去要惹事什么的 后来 他也很委屈 对 后来我们那姐妹也挺烦的 有一次老师又是那种 那老师跟我交劲 他等于是我那腿骨 我脚骨折了 骨折之后 他非要让我下了去坐操 让你 对 然后我说我现在那个见习 他说见习你去楼底下见习 没有在班里呢 你在班里干嘛呢 回头人家什么丢点东西 或者怎么怎么着的 什么的 说得清吗 你下去 没听说我在班里的 就你们在班里都给我下了 后来我就不下 然后他就推我 那楼梯那个大理石的地 学校不都大理石地面 我从楼梯那滑下去了 后来我就跟我们那姐妹说 后来然后他说 那个怎么回事什么的 后来然后他就找 他替我报仇去了 就找了一茬跟那老师闹 然后老师就说 那个你过上教导处 就把他拉到教导处去了 然后俩人不在教导处吗 然后他就把他手上 戒指什么的都给摘了 他还带他各种小戒指 戒指什么摘了 然后就在那 跟老师就是一边嚷嚷 一边抽自己大嘴巴 然后就抓自己头发 你知道吗 就那种那种的 跟老师叫 让人把办公室 全都给葫芦了 葫芦完之后呢 然后老师 这么机智 老师就惊了嘛 后来别的老师 跟你也是去听着 这嚷嚷嚷嚷嚷的 老师也跟他嚷嚷了 老师也急了 后来然后结果校长来了 校长来了 校长来了之后 他就跟老师校长说 校长他打我什么的 校长那会儿肯定怕这事啊 对 然后就说那个 对说你别说你别打 然后他打我什么的 我必须要 我妈你高教委 那什么的 我妈认识谁 那种 后来校长就是说 这事就了了 就是什么处分都没给他 还让老师给他道了个歉 然后他就跟老师说 说他老师把我戒指 给我绿下了 给我把戒指弄丢了 那是我什么什么人 送我的礼物 你得给我找 你们认识的都是这么以智取胜 也是一种 智取智取 也是挺狠的 也是一个苗子 这真是挺狠的 这是我反正 他的青少年 真是太刺激了 我不是我的青少年 我觉得可能 就是遇上那么几款吧 我觉得你们肯定 也都有职位 你们可能拘着没说呢 没有 就想不起来了 就突然 因为这个年代太久远 咱们说的早恋 我这咱们也一听说 叫大咩 咩咩咩的咩 他说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回险些被记忆过处分 是因为在班里聚众捉黑插 被年纪组长抓了一个正着 那一局我手里的牌聚扯 当时早恋 当时我早恋处的前男友 凑过来帮我打 就在这时候 年纪组长破门而入 前男友立刻一个机灵 把牌甩下 装作自己只是围观群众 剩下我和重牌友 对 被年纪组长一举拿下 抓个现行 年纪组长当地 就我们去教导处 于是我带着一种 我可算看透你这个男人的表情 视死如归 昂首阔步的走出了教室 这个男人就是 上学时候好像 我觉得我们 我也简软到说 我上学时候跟那男的好 我觉得我就是要嫁给他 跟他过一辈子了 当时都那么想的 对 肯定当时想完了 我们俩就一生了 那种 我就算在小孩 真的是走大街 我看俩人在那狂亲那种 我非常的 真的吗 想给他们揪开 妈呢 你们小时候不行吗 我就问 我就问 是这样 我说一个 就是我觉得比较 比较 就会不会让大家笑话呀 就是那会儿 不行跟你讲了 一开始就知道 那个打呗 然后是嘴对着嘴 对 kiss是嘴对嘴 然后 然后就是觉得 啊 这是什么样啊 然后就是 特想试试 然后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有一次上课 上课就是那 拿手什么着 拖着自己嘴 你知道吗 然后但是回来 下一次发现手上有口水 然后吻了一下 因为口水中 在空气当中 会有一种臭味 然后想 这真恶心 绝对不要去亲别人 我不要吃别人的口水 对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 kiss完会就臭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 一直对这事 觉得 特别的 高兴呢 你的启蒙时期 什么启蒙时期 你当然 我我我亲生期盼 你其实我家长 都还蛮好的 但是我遇到老师 好像都不怎么样 我高中的老师 反正也不怎么样 天天穿假名牌 然后还要显摆那种 然后我 我又是比较那种 喜欢背后说别人 就跟我 关系特别好的女孩 那天就看我老师一包 还立在讲台上 你知道吧 老师的包 其实应该放在椅子上 旁边有椅子 专门给老师放包的 我同学就说 这什么呀 我说 阿迪奈耶 它上面写的是 就是画的 画的阿迪的 三个杠的标志 然后下面又写着香奈尔 然后我同学 那牌子可太大了 然后我同学就 合作馆 合作馆 高兴这是什么呀 我说 阿迪奈耶 然后老师一回头 老师 然后旁边的人就在 然后一回头 老师在我后面 就又给我妈打电话了 说我嘲讽她 就是阿迪奈耶 然后我妈也听不懂 我妈说 阿迪奈耶是什么 你妈不是卖鞋的吗 她不知道 阿迪的阿奈克斯 阿迪奈耶 根本反应不过来 是什么吗 我妈说 阿迪奈耶 是什么 老师 老师也不好意思解释 她说没什么 你来一趟学校 我妈说 我真有事 就这样 因为她也怕老师 我真的很忙 你不要再来 然后后来这个老师 其实我从小不怕老师 是因为我妈 对我的教育 就是说 老师是来帮助你的人 其实跟你是平等的 你要学习 他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 你没有什么畏惧的 不懂的就问 但是呢 也没有必要 很怕老师啊 黏着老师那种 然后我说 嗯 行 后来我上高三 要学艺术嘛 要上专业课 然后老师就觉得 文化是第一的 你专业就瞎闹 就这种 不可能考得上 就这种 然后我是在某某 培训学校 学那个专业 对 专业课 老师有一天就跟我说 他说 你别到时候 把某某 培训学校的牌子砸了 把我的牌子也砸了 我们班不产 什么 什么什么生 我们只有重本 什么什么什么 各种骂 然后后来我考上 这还挺好的学校之后 哎 现在每一届带的学生 我过年回家 都要我给他们搞讲座 哎 真是 中央悲剧学院 说我是 说我当年是他的得意门生 当年就非常非常的看好 我就知道我有大出血 大出血 对对对 他说 张门教材了 对 他就说 当年你说那个阿迪奈尔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脑子非常好使 我相信我的老师都是非常逗的那种 现在还记着什么 根本讲历史课 说这康有为啊 变法之前是个老师 所以咱们可以管他叫康师傅 真的吗 讨厌 然后来一个 咱们有一听众这一特神 一二三是小川 他说小学四年级 我午休就不睡觉 去摸鱼去 被螃蟹加到小鸡鸡 下午上课 我是做没做像 站没站像 老师就吼我 我说了原因 老师带着我到办公室 看见我那肿胀 跟小萝卜似的小弟弟 带我去了医院 这件事在学校散开了 想知道我的心里 一定有面积吗 还有一个解释 新子新 他说小时候中午不睡觉 看老老老爷都睡了 就偷偷拔 好几年一开的君子兰 都拔了 卷成卷 那线绑好了 老爷醒来看就都惊了 那我干嘛呢 我说我卖冰激凌的 老爷就拿塑料的金箍楼板 打断了三根 现在老爷去世三年多了 感谢我最亲的亲人 祝好 就是感觉那会儿 上学时候有一段 今天有睡午觉 有没有 就是改夏令之 没有 没有吗 我觉得我要是睡了的话 可能下午课就上不了了 直接就过去了 对反正就是会有那种 中午有一段时间睡觉 然后那段时间 大家基本上都是用来 就是瞎胡闹 那种 对 要我没有这睡午觉 得想和谁睡好呢 中午 哎 哎 偷家里钱 和同桌 偷家里钱 偷过 我偷过 偷了多少钱 这 就兜里能翻出来的钱呗 哇 那你 十块二块 大大包天 我都是 他们有数 都是他来跟我聊的 挺有意思的 当然他们是在那块买电视票 然后呢 我们当地的一个 就是 小地痞 也不算小了 那个 大流氓 中巴流氓 反正 也不是老炮 反正 应该是 七几年的 七五年的 比咱们大点 然后呢 完了事以后呢 当时就是 一看 说这个 看这女孩挺好 然后过来问 说 说那个 说同学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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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哪个学校的呀 然后这个那个的 然后呢 又那个什么 问那个 住哪儿 然后呢一说 住西日门那边 说哎呦 那咱们的邻居呀 一来二去 我们那个女生 其实当时还是 挺纯洁的 你知道吗 小孩 对对对 初恋也没有过 因为我们俩太熟了 你知道吗 真正是看着她长起来的 你知道吧 那是太熟了 那也是长的事了 对不是 我们俩相互看 她也看我长 我们俩比着长 对 然后 可是我没长过她 我觉得也是 完了事呢 当时 反正是就 当然人家 想要秀她 太简单了 对吧 人家也是一 在我们来说 也算是一老腔了 然后呢就这么着 然后呢 果断受铁 就对 当然就俩上就好了 你知道吗 当然呢 这哥们呢 他肯定是比较玩的 对吧 他就是比较 乱七八糟的事 比较多 反正有几回邪门的事 都是那种 也是我们这姐们 跟我说 说哎 怕 早上起来买了早点 去他们家一找他去 你知道吗 因为处的都比较近 都是这一片的 一去一看 床上 唐俩人 他还以为是 他们那个哥们呢 你知道吗 他们那哥们 然后一去一看 哎呦 说也不是 因为是一女的 当时我们的女同学 我们的发小 心里是非常善良的 没想那么多 这个他肯定是明白了 到这个情况上 他肯定明白了 他给你的叫醒了 说你哪位 然后呢 他说你哪位 说那个 我 你哪位 说我是他女朋友 说那什么 我 我是他 姐们 就是那意思 其实这个也不用多说了 对吧 就是可能 因为他们岁数 就是比我们那个姐们要大 然后呢 就觉得小孩可能是好糊弄 怎么着呢 而且确实他也是比较那个好糊弄的 他说的这么诚恳 对 他是 对 吃油条不吃 要不咱们那什么 那个吃了多少点吧 我给你玩碗吸了去 对 主食之王 对 反正 就是这种事啊 就是 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 对 还有一回就是他 那什么 那他不是能这么傻 老是姐妹跟你爷们钻一被窝 有点太 不是 这个东西 他还不是最严重的 你知道吧 如果是有一回 去他们家 去他这男朋友 他们家 然后当时看他那照片里面呢 是抱着一个小男孩 当时那个 他这男朋友呢 也就是照片的这个年纪 也就是十八九岁 然后那小男孩呢 就是三四岁的样子 然后说 说你弟弟啊 那个说 什么呀 你闺女啊 然后他说 什么我闺女 我女儿 等于当时也惊了 说你多大啊 就是 就有孩子了 就有孩子了 因为等于差不多 他应该是 十五六岁 十六七岁那样子 对吧 然后呢 当时就已经 那个什么了 就是给人 给人家祸祸 对对对 然后呢 还生下来了 生下来以后呢 当时他这个男朋友的母亲 还是特别喜欢这孩子 据说是有两个 说是除了这个女孩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男孩 对 说他那个 他那个妈呢 比较喜欢这女孩 然后呢 就把这女孩留下了 因为现在这女孩 应该也差不多 二十四五岁 五六岁 我天哪 一说我爸三成多 没有 他七五年 应该也四十多点了 四十一 对啊 对 他应该是 他闺女现在应该 二十四五岁 一样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呢 因为上学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当时我们那一片 有这么一位 因为当时后来 后来了解呢 确实是 当时他是在 服刑过程之中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后来呢 就随着 就是说出来以后 因为我当时 还跟他乱插呢 你知道吗 我又有一天 因为我们住的特别近 我一出来就是他们家 争争争云 我这儿 溜了拉他出来 我看他站门口那儿 我说你妈呢 说等我男朋友了 我说我咋 我说你妈 长能耐了 恋爱了 这大哥的 然后他说 你可别胡说八道 说你知道我男朋友吗 是那个谁谁谁谁谁 我说谁谁谁谁谁呀 就是谁呀 对 奶妹呀 然后他告诉我 说那是谁谁谁的那大哥 那个谁谁谁我可知道 是他大哥 反正 更厉害了 对 然后我说 那是特牛逼吧 立马你都不恨了 对 那你们俩怎么那什么的 怎么搞上那样 他喜欢我呀 你这表情太烂了 我说他是不是没见过 你小时候 你再给你家出镇照片 让他看一眼 然后特别熟 随便说了 一会儿 太熟了也真是 真是不好 对对对 然后当时一会儿呢 就是过来了 他那个男友就过来了 大哥就过来了 也是西装笔挺 小寸头 挺精神的 然后呢 左边 我记着 抱着耳朵 右边抱着闺女 左边耳朵上 有一个小丁 还挺耀眼的 一过来 当即就是那种 特别恭敬的哥哥 然后呢 那种 确实啊 有那范儿 有气场 对对对 挺有样 然后呢 后来 就跟我们那边的 就是这种 就是说比较逃的孩子 就是说那种 比较玩的孩子 然后呢 一聊说 那个谁谁谁 现在跟那个 大哥好呢 说那大哥是一个什么人物 哎呦 当时就说 哎呦 说那可了不得 说那确实是 那个 是 比较那个 好战的 72动作 对对对 比较 比较好战的 然后 也跟我讲了几个 就是之前 他们所听说的 他那个 世纪 对对 段子 一听 哎呦 那真是 那个 也不是善叉 确实 确实是 战斗英雄 对对对 当然 属于不是用肉账的 就是 听我 那个王兴跟我讲 就是属于 家里有一个兵器库 全都是冷兵器 不是 好像说 反正家里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电视机过边 老爱 老爱 戳把雷鸣顿 要不然就是说 茶匙上 动不动呢 就是过去那 看一把五四手枪 也不知道哪搁着 反正 是真的吗 这可能有 可能有 这发小找的是 蝙蝠侠吧 可能有 吸收的成本 但是确实是 他们家 那家口拆迁 六七平米的 小窝 那个天通院呢 是给了一个三菊屎 然后呢 又给了一个 是九十多万 还是一百一十万 然后后海边 还给一宅吧 那个好像是没有 因为我听说 我当时听说 我说那会儿 怎么给 给他们家 这么多 这么多呢 对 因为当时人家说了 说这个情况就是 人家一到那儿以后 他是怎么跟人家说的 说那个什么 你跟我谈这拆迁 是吧 你说那什么 你先去那个新派 那个 问我事实 对对 你先跟他们打听一下 扫听扫听我这个情况 然后呢 你再来看 你给我怎么分 然后当时他让人打听了一下 说他们家得怎么分 怎么着方便 我倒挺好奇 你遇到我那发小的哥们 他们两个会怎么拼 可能就结为盟友了 他们给咱们拆迁款 插别 就是我们也不用打听你们 直接给你们牌所销户 给你们注销了 开出去死亡证来 要不然领拆迁款 要不然领死亡证 你领哪个 我领拆迁款吧 哥哥 其实感觉咱们都能好好 见着哥哥们都能好好说话了 那他现在干嘛 不是失去联络了 也能见着 对吧 人家都已经那什么了 那个 结婚很多年了 然后呢 就是他的身份 生活很稳定的 对 但是你光 你光看他的那个 就是 面相的话 你看不出他当时是一个 就是 风月人物 对对对 而且好像说头一阵 还搭了桥了 心脏 对对对 所以其实感觉有时候 就是年少轻狂那一阵 真正过去后 到随着年龄增长 慢慢的还是 就是 按部就搬 就多大岁数干多大事 还是就是 最后大家都是 作为一个 这个生活的 普通的成年人了 生活的童话能力 是很强大的 最后都得走入这种 平凡的生活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 就咱们也有好多 特小的听众 那天有一个小听众 给我发那个私信 就是说那个 当我都听你们节目 好多年了 我真的可以是作为 就是可以说 听着你们节目长大的 然后我说 我一般就是 遇上这种 我都认为大家 是跟我开玩笑 知道吧 然后我就 好好 然后就说 你都节目才四五年 那小朋友说 我今天十三了 然后我说 哎妈 我这汗的 朴朴的 然后我就是觉得 这小朋友 这是 是 就是如果要是 就是 有真有小朋友 听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是 听听这些故事 乐乐就完了 不要真的去 干这些刀光剑影的事 一点也不威风 其实 长大了 看你也就是 当成一笑料 不会说 傻小孩嘛 不过现在这个 社会风气也不 不允许你成长了 对对对对 也不赞同这个了 对对对对 而且也没有什么 可看的了 现在 你是不是下学了 过去那会儿 可能你们去 节个钱 现在都回家打开派了 没有没有 我们是被人节一体 那你们难道 没有想过去 节别人钱吗 嗯 我觉得我这个条件 差点意思 我怕被人反狼败了 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比如你们身边 有的哥们 就是真的 就是说我 他妈一拜的 被人节钱 今儿老的 就要节回别人钱 然后结果 没节成的有吗 他真没听说过 反正我就是觉得 小时那些 结人钱的 你说 结个块八毛的 你觉得特别 小孩嘛 他觉得那是一笔大钱 我们上下 像小学生也有 那种初生生 就像你说的 头个瘤特长 打半两眼睛 然后在门口换 你不知道他换有什么的 对吧 一是换有钱 二是换有姑娘呗 这男的真是 从小到大 都换有这俩事 对对对 是 到老了 他也换有这俩事 可不是吗 对啊 所以你想想 就其实你现在回头看那些小孩 觉得好幼稚 就唯一怕就是 你干出什么大事了 对因为你青春年少 还是那句话 没轻没重 我讲一真是 是我爸爸 我爸爸 我爸爸的同学 他的小孩 是学体育学院 学那种什么 反正柔道 还是举重 反正是体育生 就体育生不特别爱打架吗 然后是 他的大学同班同学 家里在一个市场摆摊 跟另外一个摊主 可能因为什么事抢 就是就吵起来了 因为生意 抢生意吧 可能就吵起来 然后把他们都找去了 他们就把人家那个摊给砸了 把人家那个摊主打成重伤 那女的也 把那摊主的老婆也打成重伤 然后就这个儿子 后来找我爸爸帮忙打关系 现在还在监狱里待着 就判了好多年 这可没什么 对啊 就是说你说 因为这点小破事 你帮朋友忙 不值 他们这些孩子又壮 因为练体育的嘛 又有劲儿 然后又冲动 对吧 一去就搞一大事出来 当然说你找谁也救不了 你就上新闻了 最后 所以其实有时候 本身挺好的前景 是吧 真的是少年犯出的事 还真的挺大 他下手没听没中 他不知道这个后果 现在还有这个工读学校吗 不知道 应该是没有了吧 不知道 早些像咱们 因为咱们那时候 都是一不行了 就给送工读 对 小时候听过得着 说你要不学好 给你送工读 对 少管所 反正是 现在好像真是 现在好像一放学 全出 接走了 爸妈接走了 你也没机会见别人 主要爸妈不接走 拐骗子就给接走 山里 给人当媳妇的了 生娃 有的 你不经常有 那拐骗子的吗 应该都是小孩吧 对 小小孩 对 小小孩 所以有什么 结案陈词要说吗 结案陈词 我就是觉得其实 作为我现在 作为一个家长来说 我能感觉到 就是小孩 有叛逆期的时候 会让父母 其实很为难 就是给你施压 管你 声管你 还是说 我要做一个那种 体谅你的那种 父母 然后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好好好 其实父母也挺难做的 我觉得 你跟他像咱们这么谈 他又听不懂 他就听不懂 他听不懂 他觉得他自己不对的 你不懂 你别跟我说 那时代不一样了 你不懂 不在意频道 对 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也应该 反省一下自己小时候 因为我问过好多家长 我说那个 您看您家也是一个儿子 我想问问他那会儿 青春期的时候 他叛逆的时候 怎么样 说哎呦 真的特可气 说我那会儿 我真的都让他气得 有活不下去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其实也应该体谅 父母的这种不容易吧 我那时候也气我妈 因为我妈生病了 然后说让我拿药 然后我就是 不爱动吗 懒 然后就跟我说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拿了药之后 我妈在屋里的沙发那躺着 我在门口就把药 扔过去 我妈当时就气哭了 对 就觉得你这孩子怎么 那时候也不懂 对 但是现在回想 可能就是还是挺后悔 把妈年纪现在也大了 不知者不罪嘛 因为那时候小孩嘛 所以这种事就是 你真大了 但我说那都挺大的 可不是你这么小的时候 去年 九岁 去年干的 是吧 上个礼拜 对 上个礼拜 漂亮 好的 现在有点后悔了 后悔的还不管 上个礼拜我把药扔过去了 我妈直接把手榴弹扔回来了 回敬一个相关手雷 好吧 解释诚词 我觉得就是 反正你压力比较大 倒是真的 我觉得 很难想象会遇到 没事 他那边上那么多叔叔呢 都得好好教他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 有一个成年人引导你 对 如果这时候你遇到好的成年人 引导你就比较好 如果你遇到不好的成年人 比如那个就是教你 非得教你混 教你怎么样 往错的方向引导 就不好 就输入正确的三观 是不是 对 就是你别人觉得混 就很牛逼 很酷 一点也不酷 将来就怎么着 怎么着 是吧 我告诉你什么 什么样才酷 对 但是那会儿小的时候不理解 我就是说他这样多牛逼 就是我早恋 别人都上学 我得这样多牛逼 就是会 可能小孩 小孩的世界和大人世界 我觉得真的 其实你说现在的孩子 的价值观 跟咱们原来可能也不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现在可能认为 对的东西 咱们其实也不太明白 一会儿就到了这个年纪 真是 看高兴 还是一脸懵逼 对 我觉得你们聊的 像那个看 看变形记一样 你们说的一些故事 变形记 其实我觉得 就咱们 就到咱们这个年纪以后 可能就是 感觉年龄的差距 没有那么可怕 比如咱们小的时候 一说 谁谁二 我 那会儿说 一面茶价 那会儿叫几个两针呢 那去不了了 必死无疑 那个 我家来有事呢 咱们再联系吧 两针 我操 那快大死了 那都 想说有三针 完了 那是大爷 那就是 一个16岁的 和一个10岁的 那肯定是 对啊 不用16和10岁了 我上初二 看初三啊 对 全是叔叔 对 就是叔叔 太怂了 就好像 大大大真大 大哥哥 一个大一的 看大四的 肯定是 但你说一个70的 看一个80的 那大家都是老头 对 差不多 然后你说那时候 小时一说 我那是50 今年50了 觉得我那 他肯定得有糖尿病了吧 都配上了吧 应该这个 高血压 滚心病 小时候我弟有个名言 我弟比我小四岁 我说弟那个 到老的时候 你还得跟我一块玩什么 然后我弟说 哥 等到我50的时候 你都死了 我说我比你大那么多 妈 你说气死我了 你身体真是不好 你跟他说 我说我再比你大四岁 是不是 不是就是那会儿 但是现在你看 比如说 一说咱们现在 比如说35 一说有一人40 40 就你不会觉得 哇 没怎么样 或者哪怕你说 有一个 今天那个 四人都快50了 就是这是一大哥 就完了 不是那种 完了完了 就是他得弄死我 或者我 就那种 人没事 凭什么弄死你 你怎么那么可恨 你刚才不是说碰了两招 你就得回家了 那是在 他一个对 他一个查假的立场上 为了就是打仗 你知道吗 但是你说现在 你要说打仗 绝对不会说 王森斗 说那边不会报岁 不会说那边来了几个四边 不会报岁 我希望他再大一点 我心里踏实 他要是60了 我就跟你走 他有90 你就给你 我就一人去了 你们就把这事 你们就放心吧 我让我就脆死他们 是不是 我给他们家说的 全都心脏病 腐发了 我跟你说 挑他们扭棚下 现在得翻试谁 最后 谁要跟我打架 泰森 叶万来了 也不能问这个 他们家里是干嘛的 他爸是干嘛的 你告诉我 是不是李刚 所以说 其实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 感觉 好多我们的青春期的事 可能我们的孩子在录节目 他们说的青春期事 根本就完全都不一样 对 他们肯定 你看从小就有车 加家的 对吧 人人都玩电脑 也不出去搞那些 你就跟咱们现在听 咱们爸妈青春期的时候 比如他们上山下乡之前 比如在社会上胡闹 我听他们的事 还是挺感兴趣的 对 是挺感兴趣 但是你会觉得 其实反而也是 听他们打架的事 比较激动 就跟咱们看老炮似的 卧槽我都哭花了 就是觉得 是是是 没错 感觉挺深的 其实心理上 人们都是会崇拜那种英雄主义 或者是个人 个人英雄主义 但是到自己这 其实又觉得 他就是用旧时代的精神 来解决新时代的问题 就已经解决不了了 已经解决不了了 最让我触动 就是那个会喷漆 那个哥们 把人家法拉利那个车 灯罩 灯罩 给他刷了 我就到那个有一块 就是他在街上 看见一个鸵鸟 然后那个鸵鸟在那跑 然后他就说 跑啊 快跑啊 鸵鸟就是一个象征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象征 就是其实他希望他自己 也能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还是像以前 那么驰骋 那么自由的 但是可能已经没有 骑自行车都追不上 那种 游戏规则 别让他压追着你 他总觉得 他还有两个王 四个二呢 但现在社会上 该打麻将了 所以他就一下懵了 感觉在他上街的定改了 上街定了 还上街了 摸了一五万 你说怎么办 是 所以 更多收听 请下载荔枝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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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下载荔枝APP